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与逐法定人数 报告委员会 我们现在宣布正式开会 请医事人员宣读上次的会议一时路 先努力还用第十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 第十八次前提委员会议一时路 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九十二分之十二十二十分地点 本院请先楼九楼大礼堂 出席委员正明中委员等十四人 类席委员洪梦凯委员等十三人 类席官员金融经度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穆 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主席庄召集委员瑞雄 报告事下 先读上次会议一时路 决定一时路确定 讨论事下 一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即本院委员刘建国等十七人理据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七条基 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讨论事项合并審导 委员刘建国差异以分配说明提案要职 金融经度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穆 说明行政院提案内容并回应委员提案后 既有委员正明中等十五人提出咨询 今天金融经度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穆 及相关人员亦以答护 委员正正前首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书面执行或请补充资讯 请金融经度管理委员会一周内以顺面打护 决议一审查结果 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 及第三十五条条文经照案通过 二审查环境病案 拟击审查报告提报应会讨论 应会讨论前不惜在由党团协商应会讨论时 由专专召集委员略行补充说明 二审查本院委员猜疑等十九人 拟击银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决议本案并委员蔡英宜等四人 首提应会讨论第一百二十五条条文修正动议 令则期继续审查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三次议事录有意 没有意义我们确认 好请议事录宣读今日的议程 邀请省纪部陈省纪长瑞敏 行政院主纪总处朱主纪长泽敏 教育部潘部长文中就国立大学校务基金之咨询状况 以绩效评比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先闻闭 好我们在往下走之前 介绍在场的委员与政府的愉悦观 还有今天列席的诸位的校长 首先介绍曾明忠委员 吴炳瑞委员 审计部的陈省纪长 行政院主纪总处的朱祖纪长 其他相关的一个厅长处长 请各位自行参与 教育部的刘政务次长 一样 教育部所属的官员 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各位自行参与 以下介绍几位我们大学的校长 所谓有列席的校长 台大的管校长 郑大的郭校长 还没有到 他并没有请教会到 清大的贺城校长 中心大学的薛校长 陈峰大学的苏校长 交通大学的陈代理校长 中央大学的周校长 中山大学的郑校长 中正大学的冯校长 海洋大学的蔡富校长 张校长有请假 那么阳明大学的康复校长 郭校长有请假 那么东华大学的赵校长 进阳国际大学的孙副校长 校长在十二点以后会过来 台北大学的李校长 还没到 嘉义大学的爱校长 高雄大学的王校长 台东大学的曾校长 宜蘭大学的吴校长 联合大学的蔡校长 台南大学的黄校长 金门大学的陈副校长 屏东大学的孙副校长 屏东大学的吴校长 师班大学的吴校长 张师大的陈副校长 高雄师大的吴校长 台北教育大学张校长 台中教育大学的王校长 台北艺术大学的陈副校长 台湾艺术大学的陈副校长 还没有到 台南艺术大学的房屋校长 空中大学的陈副校长 台湾科大廖校长 北科大的王校长 云林科大阳校长 福伟科大学校长 屏东科大大校长 澎湖科大翁校长 秦毅科大的陈校长 台北复理健康大学的谢校长 高雄参理大学的孙代理校长 台中科大学的陈副校长 台北商业大学张校长 高雄科大黄护校长 体育大学邱校长 体育运动大学林校长 西企学院的刘校长 台南护理专科学校王校长 台东专科学校的王校长 我们都介绍完毕了 还有在场来了 我们另外一位委员 这个蔡碧如蔡委员 台北大学的李校长到了 欢迎 台北医术大学的 台湾医术大学校长 陈校长 刚刚介绍过了 好 今日一程安排 省计部 主计总处教育部 就国立大学 校务基金之执行状况 以计较评比 提出专题报告 首先请省计部 陈省记长进行专题报告 请 主席 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前来报告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的执行状况 深感荣幸 因108年结算上载 审计中 以下仅就 107年度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执行状况 简要报告如下 一 政府为应应高等教育发展气势 提升教育品质 增进教育绩效 并促进学校 财务之弹性 应用 一级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设置条例 第一条的规定 107年度 设置50个 校务基金 二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执行状况 关乎一 预算编列及执行 107年度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 结算 审核结果 一五短拙 六十五亿七千 一万一元 一外剩余 四十二亿 一元 审订本期短拙 二十三亿一元 二 关乎一 住筹收租情形 107年度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 住筹项目 总计 收入 六百七十六亿一元 总租出 六百二十三亿一元 实际剩余 五十二亿一元 三 关乎三 租产负债状况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 107年度 整体财务短拙 一百零六十六百八十四亿一元 负债总额 三千九百九十亿一元 净值 两千五百九十三亿一元 三 审计部 损额情形 一百零七年度 结算损额 侯友下列事项 瓜屋一 国立大学校院 校务基金 一百零七年度 整体财务短拙 已较一百零六年度减少 显示财务短拙情形 已有改善 且十九校有结算胜宜 为荣有三十一校 结算短拙 未能达成 有胜宜后 维持收支平衡的目标 经含请教育部 研模改善 并督促 各校 投擬开研 截流措施 瓜屋一百零五年到 一百零七年度 整体校务基金 助策收入 微乎增加 助策收入 助策裁员能力 已逐渐提升 为一六成的学校 一百零七年度的助策收入 未达总收入的五成 经 含请教育部 卷讨各项助策收入 占比未能成长 甚至减少原因 督促并辅导其 依购校资深及教学研究特授 积极策划对策 与充益 效务基金 助策收入 瓜屋三 多数学校 一百零七年度 资本资出 结算数 占可用 预算数 比例已达八成 为资本资出 结算未达 可用预算数 百分之八十者 荣有首个学校 经含请教育部 更细加强督导考核 促请 执行进度落后学校 研谋改善测试 积极执行 以发挥资源 预期效能 其重要 审核意见 向本部 各年度 中央政府 总结算 审核报告 本部当更细 最终改善情形 以上报告 请主席 各位委员 女士先生 主教 谢谢 谢谢 陈省记长的报告 下一位请 主记总处的 朱祖记长报告 请 主席 各位委员 女士先生 针对国立大学 校务基金之执行状况 与居行评比提 出报告如下 48所国立大学 校务基金 108年度 决算 合计 业务总收入 1310亿元 业务总支出 1333.75亿元 本期短处 23.75亿元 109年度 预算 活工编列 业务总收入 1267亿元 业务总支出 1316亿元 本期短处 49.46亿元 以国立大学 校务基金设置条例 第13条规定 校务基金 校务基金有关 颜度预算编制 及执行 决算编造 应以预算法 会计法 决算法 省计法 及相关法令 规定办理 但校务基金来源 为学杂会收入 推广教育 推广教育收入 产学合作收入 政府科研补助 或委托办理之收入 场地设备管理收入 受赠收入 投资取得之收益 等自筹收入 不在此限 另一 受资条例 第九条 及第十三条规定 校务基金管理 及监督之办法 有教育部定之 国立大学校校 校院应 针对自筹收入 自行奠定收支 管理规定 并依上开 教育部所定办法 受教育部之监督 教育部依前项规定 定定国立大学校务基金 管理及监督办法 的重点 第十六条 学校应审得 校务基金自筹能力 及校务发展需求 建立有效之管控机制 并定定自筹收入 之收入管理规定 提报管理委员会 审议通过以后 报教育部备查 第二十五集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以中长城发展计划为基础 订定包括教育基项目标年度工作计划局 一级效益等项目之年度财务规划报告书 并应就年度财务规划报告书 是教育基项目标达成情形 奏成效务基金基项报告书 上开两报告书 经营提报管理委员会 审议经校务会议通过后 报教育部备查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教育部未了解学校校务基金执行情形 得成立专案小组 至过校访查或危险会计施查 并作成专案报告 校务基金口用资金过提 只致影响学校校务基金 健全等情形 使教育部等面学校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事情 情节轻重 调降学校自首收入 指引人事会比例上限或限制不得之给 令大愿于本月二十二日 第十届第一会及第十四会议 通过决议列以 有关国立大学学校校务基金之运作 依国立大学设置条例 校务基金监督办法相关规定 已有内外部之监督机制 违未强化校务基金内部控制 并确保其内控制度将持续有效运作 请教育部紧述研议修正 校务基金机构人员或绩效单位 之设置运作等规范 国立大学校务基金执行 依国立大学设置条例及 校务基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已有相关的监督机制 教育部及国立大学未来会持续 强化监督机制提升经营绩效 以上报告进行各位女士先生指教 谢谢 好谢谢 主席长的报告 下一位请教育部的刘次长 进行专门报告请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报告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 执行状况及绩效评比案深感荣幸 感谢各位委员对高等教育发展之关心 以下请就本部对校务基金执行状况提出说明 因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提升教育品质 增进教育绩效并促进学校财务之弹性运作 本部于88年2月3日制定公布 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设置条例 历经两次修正令配合校务基金的运作需要 本部于88年12月10日发布 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管理及监督办法 并历经六次修正 目前既有48所国立大专校院施行校务基金制度 目前校务基金执行状况分为三方面说明 一在组织运作方面 学校应设置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人数为7至15人 由校长担任召集人 居委员由校长临选经校会同意或聘任 令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 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二学校应一年度总收入设置专任及兼任集合人员 该人员应具集合工作经验及相关专业背景 且不得为管理委员会之成员 学校总务主记及行政主管相关人员 二在经费支用方面 校务基金经费来源分为政府补助收入及自筹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至经费支用需应依预算法 会计法决算法审计法及其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自筹收入则应依本部订定之校务基金管理及监督办法 自行订定收支管理规定 三在财务监督方面 分为学校内部监督及外部监督机制 一在学校内部监督部分 学校应订定年度集合计划 经校长同意后实施并做成年度集合报告 向校务会议报告 另外学校历年校务基金执行情形 可用资金变化情形 即开源节流计划执行成效 将作为校长许任参举 学校应拟定年度财务规报告书 并依绩效目标达成形形 做成绩效报告书 两项报告书均需停报管理委员会审议 经校会通过后报本部被查 二在学校外部监督部分 本部每年定期派员戳查 国立大学之预算执行 及受本部补助委办计划 之经费运用情形 如有发现相关缺失接力及要求学校改善 并且学校年度财务规报告书 及绩效报告书 应于本部被查后 一个月内公告 并登载学校网页 基金执行情形 亦应公开透明 每季财务资讯 经应放置于学校网页 各校依管监办法 第25条及26条规定 报送财务规报告书 及绩效报告书到部 本部每年审核各校绩效报告书 如有发现短处或绩效不加情形 皆会提醒学校强化开源节流 并积极改善 有关108年度国立大学校基金 及整体执行情形分两部分说明 一在收支及余处部分 108年度预算执行结果 整体业务总收入为 1310亿281万元 业务总支出 1330亿7483万元 收支付底后产生整体短处 23亿7202万元 其中既有16校剩余5亿 6751万元 32校短处 29亿3953万元 与107年度短处数相当 不过依管监办法第21条规定 学校有异常缺失情形 为产生实质短处的现象 实质短处的计算 依管监办法21条 因加回国库拨款 购置资产所提列之折旧 及摊销等费用 总计84亿874万元 这会产生实质剩余 60亿3672万元 请委员参见户表 其中目前只有一校 为实质短处1500万元 其余各校皆为实质盈余 二在政府补助及自筹收入部分 一108年度 政府补助收入为601亿 2456万元 占校务基金总收入46% 较106年度521亿3149万元 增加79亿9307万元 主要细增加高等教育生根计划经费等 二108年度自筹收入为708亿7825万元 占总收入54% 较106年度637亿2631万元 增加71亿5194万元 自筹收入的增加幅度 已经接近高教生根经费的额度 也可以看出我们各个国立校医院在这里的努力 综上校务基金制度实施以来 确实已促使学校广酬裁员 增加经费支援弹性 财务资讯公开 并达到提高教育绩效 未来本部将依设置条例及管件办法第29条规定 定期检合各校校校务基金执行情形 是否符合法令及校内相关规定 并持续强化对学校的财务监督 及学校自我克责 让学校经费运用更具有效率及效益 以上报告 敬请委员会与指教 谢谢 好 谢谢教育部的刘正次的专理报告 现在我们开始寻答 做一下宣告 针对本会的出席委员 发言892 列席委员5加1 今日上午10点钟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以登记的顺序 登记请第一位的吴彬六委员咨询 请 主席 最近你的这个列管 现在有哪几个县市因为举债过度 所以要列管辅导 苗栗和宜兰 苗栗整个债务是 在整个是行政院在整个管控中 宜兰它的短期债务 还超限 但是2019年的7月19号 这个国库署当时 这是以去年的7月19号 有四个县市 苗栗跟宜兰当然是 比较严重 尤其苗栗最严重 那还有新竹跟南投 总共有四个县市 对 它应该在接近中 可是有一些数字 我都不太起来 我要问你 我要跟你请教 就资料而言到 2012到2018 苗栗县政府 因为被控管 它的财政 所以 它的支出减少 我的书面资料说 在这个98个年度里面 它清偿了14.75亿元 那这里面有一个讲法是说 因为它有开征地方税 那请问 你知道苗栗县政府 开征了什么地方税 这个部分 因为我的手上没有资料 但是它是因为管控以后 是有减少 但是开征地方税的这个部分 我目前没有 手上没资料 那主席长知道吗 可不可以麻烦请主席长 好主席长请 苗栗县地方 它的一个开征地方税 是就既有的税收 那我们管控它的支出 所以它才没有说 所以才有一个还债的一个增加 而且它的支出 较以往年度 最高峰的时候 已经大概减少了 大概100亿元每年 是啦 这个 君子物居下流 添加之二戒归烟 因为你知道 我们 这个统筹分配税款 的这个分配办法里面 对于这种 财政不良 如果你自己真的有努力 真的有去开征地方税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可以加分的绩效 变成将来可能 分配税上面可以增加 那所以我再问你说 你知道它开征了什么地方税吗 它没有特别开征哪一个地方税 所以这个资料恐怕 它的说法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 好 第二个 我现在问的最严重的是这个地方 因为 就 上上个礼拜而已 在经济日报上面 报纸上面发布了说 苗栗县政府自己讲 到今年 这个 5月12号 它发布的这一天为止 它减在 53亿8300万 也就是说 它2012到2018 这么多年 它减了14亿7500万的债 结果 光2019到2020的5月12号 它变成 减在53.83亿 就是这一年半 它多还了将近40亿元 有这个可能性吗 以苗栗县政府的财政 有这个可能性吗 在理论上是 它可能是一个账户上的一个处理 在理论上是 是不大可能 因为 它的确它的债务 占它税出的比例 那个 每年的债务占税出比例 以前非常高 现在已经降到百分之六十几 是有在进步 好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 这个 苗栗县政府 它主张说 因为它还债还了这么多了 所以以后 标刀苗栗县政府工程的这些厂商 可以免上融资平台 负担四个百分点的利息 也就是说 现在中央政府不再管控它这个财政的支出 这个在工程上面 不再去 这个等于类似监督支付这样的状况已经取消了 这个四%的利息不用付了 事实上是它的那个现金的调度是的确一直有困难 那我们是说 希望它那个把那个 把那个所谓的支出控制了以后 然后那个现金调度 能够把它做一个解决 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现金调度的问题 主席长我要问你的是说 因为以前本席在这里就很清楚 苗栗县政府的财政会阴于乎底 跟它超额的约聘雇人员大量雇用有关 我讲难听一点拿公交的钱再绑它的装 那绑了那么多年之后 现在财政这么凄惨的状况之下 后来政府想了一套方法 苗栗县政府财政破产 你不要的工程那么就付不出钱来 那怎么办呢 政府补助你的钱 我就在银行里面的户头里面直接管控 直接由这个户头拨给 得票厂商如果他失做的时候 拨钱给他 结果要倒算那个利息 因为放在那个存款 是这个原因嘛 那他现在说这个要解除了 代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吗 对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事实上都有在管控 他连他的主据人员都是我们主据总组直接派下去的 而且是在管控目前的 他每个月都要给我们报告 所以他这个5月12号这个讲法到底对不对 他可能是他把财务的调度认为是一个 我是指说他说他不要 意思是说不要在类似工程上的监督付款 或是指定付款这样的方式 不要这个银行这4%的利息 那个是他还在跟台银 跟台湾银行跟国务部署在这努力协调中 所以还在协调中 好那我问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两位 他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我刚刚有讲 从我第八届立委的时候开始 现在已经第十届了 九年了 他就是从刘正宏当县长的时候 超额的约拼雇人员数量是庞大 最多的是都到1700多人 现在到底超额的约拼雇人员现在剩多少人 这个我手头我在那个资料再给那个委员 他是有减少 我知道有减少 有减少 不过他最重要的问题 是一方面像委员所讲的 有约拼雇人员的一个超额变类 另外一个就是公共工程 过于这个是怎么样 做得太多 对 但是公共工程是否做得太多 这至少还是这个资本门的投资 对 这个超额约拼雇不是约拼雇哦 是法定的约拼雇以外 对 已经在法定的原额之外之内 他全部都拼满了 还超额 最高的所有多拼了1700多个人 那 我知道有下降 这个连包括后来的徐耀商校长的这个县长都有指责说 太过分了 这样害我这个没有钱可以买单啊 整个苗栗县政府的财户都空了 那我知道后来因为被指出来之后有逐年下降 可是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额在超过 也就是说他还是继续在 等于是小屋翘大屋啊 50步翘百步 他可能从1700变超额500 超额400 大家超额多少人 现在超额大概还有600人左右 国家的体制可以这样吗 经过了这么多年 他还可以每年超额约拼雇600人 那个已经是合法的约拼雇之外的 是的 那苗栗县政府多少工作要这么多的超额约拼雇人员 什么原因 你们主计处跟省计部没事在这边回答我这个问题 都说你知道他们超额 但是每一年都拿不出对证 对 我们对超额我们不会给他编列预算的 不会编列预算的借钱啊 那本来可以还钱的部分 就拿去付这个超额约拼雇人员的薪水啊 所以苗栗县政府的财政改善 人家宜兰县政府啊 一样跟他状况一样 但是人家还的速度比他快多了 宜兰县政府在吕国华当县长时代 也是现库破产啊 但是后来在林崇贤县长的时代 很快的就还到 可以解除这些管制了 他年始人的薪资啊 每年大概会有两亿元啊 那那是六百人的状况之下嘛 对对 那以前在刘正宏时代一千七百人的时候 我给他算过到达六亿多快要七亿啊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最重要的问题是以前啊 都有那个虚边税入 是啦 那 省计部有没有去了解 他多六百多个超额约拼雇人员 这些人员到底在干嘛 还是省计部说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不管 反正他的钱我管 我管他的钱就好 我们每年都有请他要加强检讨 你请他加强检讨 他民选的他不痛不痒啊 我问你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啊 跟他委员报告一下 他如果有超额边的话 我们再给他的补助款的时候会有扣的 那有扣吗 有 表给我看 好 资料要提供 另外省计长我再跟你讲喔 国家的制度 也有法定的原额 也有法定的约拼雇 法定的约拼雇都已经拼完了 我在县政府出生的 我在台北县政府我们的人口那时候将近370万 苗栗的人口多少 他要超额约拼雇600人 别的县市为什么不需要 这些超额约拼雇到底在干嘛 你能够了解清楚吗 你能够想办法赶快把它匡正吗 至少让它降到零吧 照国家的用人的体制来可以吗 好谢谢大家加油努力 谢谢委员 好谢谢委员的咨询 下一位请蔡碧如委员咨询请 主席好我们有请教育部刘次长 刘次长请 委员长 次长早 那个其实我今天看到 教育部的48位国立大学的校长 在这里排排站 事实上我个人有点心痛 但是这个等下我们再来讲 而且教育部长把所有的全国的大学校长都请来 而教育部长 判部长居然自己没有到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不尊师重道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市长 你知不知道最近的一个师范大学 有一些问题 有一连串的一些包含的校务基金 那个吴校长我没有要请你上来 你请坐 对 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有到 因为我们有收到这个相关的检举的信函 我们在上个月 我们就有到师大做一下实地的一些的查核 那现在已经那个都已经查核清楚了吗 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事实上去进行厘清 那相关的相关的资讯 大概我都亲自看过 是因为前几天是上礼拜到这礼拜 都为了总统府的一些治安 到底是害客还是人为 我觉得政府单位应该要公开透明 有什么样的事情尽快的能够对外说明 我想是让国人安心的一种方法 而不要这个样子遮遮掩掩的 那教育部也应该要协助 师范大学去厘清这一个部分 那如果教育部是身为主管机关 如果是觉得师范大学没有做错 也应该要赶快还给学校一个公道 给吴校长一个肯定 那这个大概是我想要了解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跟次长讨论一下 因为我本来想跟部长讨论一下 今天大学自治 刚讲过了今天这个场面里头 把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者请到这边来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浪费生命的事情 那市长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 报告委员这应该是应立法院邀请 那也就是说我们各个国立大学跟教育部 就是依我们的法定职责来这边来进行专案报告 并就我们的校众基金来提供相关的一个回应 是 好我知道县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 就是说行政部门应邀到立院来备巡 都应该有那个应邀说明的一个必要 不过我们也很多行政单位的一些某些大政委 也都可以规避不用来立法院备巡 为什么要把这些校长通通请来 那我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下次长 根据县制第三百八十号的解释 大学知识你了解里头的内文吗 大学知识我念给你听 大学知识里头保障范围并应延伸至其他重要的学术活动 举防与探讨学问 发现真理有关者 诸如研究动机之形成 计划之提出 研究人员之组成 预算之筹分配 研究成果之发表 都应该要受到保障 免于国家权力的干预 次长你对这句 那个大学知识里头 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报告委员 我自己就是大学出来的 对大学 对大学自主和大学知识 那是在大学法明文保障 我们一定是依宪法跟大学法来进行相关的相关的教育部的一些行政作业 OK好 那个本席想到30年前在推动大学改革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教育部大学 我想这里的大学校长应该都还有印象 那后来经过几次的这些改革 我们终于才有了大学自治的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在把大学的校长们叫过来这边排排座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教育部的大学 那本席想要请问市长 是不是有可能跟立法单位这边来讨论 是不是以后非必要就不要再请大学校长来立院备巡 跟委员报告 这我们一定是尊重立法院 因为行政部门我们一定是尊重立法部门在这方面的一个指示 好 本席在这里重申 其实国家要发展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要尊重大学自治 尊重专业 让大学可以拥有学术上面的自由 如预算筹筹这样的事宜 应该尽量减少政治力的介入 本席认为应该要来推动未来非必要 应该避免让大学校长再来立法院备巡 好谢谢 谢谢次长 谢谢 好谢谢 现在请我稍微讲一下 根据宪法以及相关的规定 这个我们现在的校务基金动辞千亿了 那很多有一些的大学校长跟我反映 是教育部管得太多 变成教育部大学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对他们的校务基金做一个绩效的评估 好的 我想每个委员的发言我都尊重 可是我想我也要 我在这里主席的位置向各位报告 所有拿到公家钱的任何单位 我想都要接受监督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不明的道理 我本身来自于大学我在大学服务了二十年左右 我对于大学的学术自由我绝对尊重 今天来我想我们要帮大学讲话 帮大学讲话因为教育部绑得太紧 所以我想这个蔡伟寧可能误解了这个牌的原意 你不了解这个意思 这不是来说把他们找来怎么样 我想教委委员会审查预算他们是要到啊 因为你要拿政府的钱就是要来接受监督的 要跟立法委员互动 这是本来就是我们的宪法规定嘛 没有说有任何一个怎么样 连中原院这么高 崇高的学术地位的单位 还是要来立法院 我记得非常清楚 李远哲拿过洛贝尔 洛贝尔讲的 我执行过他好几次 中原院也要来 如果他可以不来的话 那中原院也不要来啊 中原这么高的一个学术地位 他为什么要来呢 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这个委员的一个发言 我都尊重了 不过这里很清楚的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宪法赋予我们立法委员是监督所有 政府拨出去的预算的执行 那大学的校务基金 很多报告看得很清楚 我们政府拨了一半 左右 他们自首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他自己 那个教育部拨了一半 各位不要忘了 自首很多是学杂费 很多是办的这个产学合作 很多的是推广教育 这个都是靠他的一个牌子 国立什么什么大学 国立什么什么大学 是国家的名气 接受监督是天经地义 监督可是我们不会干预 我想这里有做这样说明 谢谢 那么请下一位林德伍委员之行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我想主席刚刚把它阐述清楚 这个说清楚 讲明白 这很重要 因为站在民意机关的立场 我们当然身为立法委员 就是这个一个监督的机关 那只要有任何公务机关 甚至于各单位 只要有拿到国家的钱 当然要受到监督 那监督并不是说 去这个找麻烦 并不是这个样子 来我请那个朱主席长 来主席长请 主席长 你好我请教你 因为美国白宫发布对中的一个宣言 对中国的宣言 将采取这个公开来施压 那 赫制中国的扩张 维护美国的利益 那请问这个宣言对台湾 我们整个经贸 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国际贸易对双方两国都是有利的 任何国际贸易受到一个影响的时候 对整个国 对两国或者对世界 我知道 现在是我讲的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宣言 那我们台湾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宣言 会不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对大陆的一个出口 包括香港在内占GDP的大概百分之四十 所以这个是 对啊百分之四十 所以说它的比重非常的重啊 可是这个也要看 那个产品结构的影响 对 我等一下会问 那个 助局长 因为美国表示 中共扩大利用 经济 政治 和军事的力量 强求 各国啊 各个国家的默许 那损害美国的重大利益 那请问 这个台积电 到美国投资的决定 是不是代表对美国利益上的一个输成 你的看法呢 因为台积电是公开上市公司的民营公司的 我们尊重它的决定 我知道 那问题是 那个主机长 因为彭博社 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啊 强力的反制中国 那台湾企业可能承受 吃鱼吃殃啊 那 那 那 例如 禁止任何使用美国设备的 晶片 制造商 供货给华为 而台湾最大的企业台积电 约有14%啊 的营收是来自华为 那请问 华为 禁令受影响的台湾厂商 是不是 也只有台积电而已呢 他 当然 他 他有那个 那个台积电有上下游公司 上下游公司都会受到影响 对啊 那像这些受影响的台厂 有办法能够降低 华为风暴的损失吗 这个 应该是 台积电公司 应该有充分的一个考量 那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到 这个 到目前为止 或者是最近 两三个月的订单 都还是在增加之中 有在增加 你认为不会受到冲击 那个未来 也不会受到影响 未来我不敢说 主席长 是的 中国的外长王毅啊 指出说 指责美国推动新冷战 他更说一种 政治的病毒 正在美国扩散 他利用 一切的机会 对中国进行 这个 攻击抹黑 那 请问你认为 王毅说的 政治病毒 你认为存不存在 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个 除记长 如果真的存在 你认为会不会扩散到台湾 任何 美中之间的争议 对台湾都会有影响 对啊 因为我们甘愿去让人家当旗帜 在推啊 其实 美中台 甚至于包括日本 其实我们最聪明就要像什么 像费力宾的总统杜特帝一样 他只要有利益 给他一些 他就可以靠一点 但是我保持在三角的中间 他其实是对我们最有利 但是 我们现在就是一面倒向 其实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那个 主席长 你认为 这个 我们台湾 到底 有没有抗体 可以去抵抗 您说的是 就是 就是那个啊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提 要是说 政治病毒 到底 王毅说的存不存在吗 那我们到底台湾 有没有这个抗体 这个就像委员所讲的 我们本身要有一个因应的措施 事实上 那个国安高层都有在做讨论 万一啊 受到感染病发 你认为中国会不会用 防止 台湾病毒的入侵的理由 企图来制裁台湾 你认为会不会 以我的能力没有 没有能力 你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认为说你主席长 应该终刮一切很多事情 你都清楚了解 主席长 人家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会负责裁员的指引 那个主席长 因为 其实我刚刚有特别提过 我们不要让 当一个旗子让人家再推 那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而且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 他的操作 你看 他一开始上任以后 他就跟 美国做一些梳理切割 最后美国又来拉拢他 结果 对岸 给他很多的好处 他结果 现在变成两边得力 主席长 我再请教你 五月初 行政院长说 酷碰券 没有定版 也没有所谓的改版 但原则是要让民众 好领 好用 又能够刺激经济 当时的苏院长也说 推出 振兴的时机 不是看日期 而看条件 而是看条件 那酷碰券 并不是 不分 这个 贫户 来花现金 人人有讲 请问现在 推出的时机 方式是不是有 大幅度的修正 你认为呢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当时排除 现金的时候 就是如果花放现金 给那个国民的话 国民 可能会放在口袋 不会 会放在口袋 不会消费 不会消费 所以说 给一个消费券的时候 他有限定的期间 就一定要拿出来消费 其实 那个主席长 各国都在花消费券 今天 民进党政府 就是认为说 一开始主张 是因为国民党的主张 认为花现金 所以说 这个 他认为说 不宜不妥 因为这是国民党 已经定调 我们在野党 所提的这个方式 但是实际上 一般社会大众 甚至于 邻近的国家 包括欧美 他们都直接花现金 大概唯独只有我们政府 搞了很多的样式 酷碰券 到最后 很多民众 专家学者 批骂 然后再来修正 修正再修正 那修正到现在为止 说 规划每个人要支付 一千元 来换取 三千元的振兴券 也就是 人人皆可领导政府 加码的两千元 那不排货 请问 比原先计划 花花放的 酷碰券增加 现在为止 增加多少预算 原来是有 大概编一百亿 如果这样子的话 大概会 大概会增加 大概所谓的 大概四百亿 增加四百亿 那你认为 这种不排货的 花花放方式 有没有预据 比原先规划 增加 几成的消费力 我刚才 有点修正 就增加三百亿 增加三百亿 对啊 我想怎么 变成五百亿了呢 原来有边缘 空了一百零四亿 增加三百亿 那你增加三百亿 那这三百亿 你们有 现阶段有 有预算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就在 大院通过的两千一的预算里面到 去说 做一个所谓 遗反忌急的一个支援 我们一定会把钱抽出来 其实哦 国民党所提的是 最直接 最了当 而且哦 这个 让很多民众 马上有感 但是哦 因为民进党 就是考量到说 这是在野党提的 一些意见啊 反正绝对不采纳 主席长 因为疫情的冲击 主计处公布啊 4月失业率 百分之4.03% 创近七年来 同月的新高 那单月成长 百分之三点 零点三一 更是自金融海啸 十一年来啊 单月最大的 增幅 失业率总人数 直逼差不多 五十万大关 那请问 4月的失业率 壮高 你认为 还会不会再恶化 我们应该是慢慢的 不会再恶化 不会再恶化 对对 因为我跟委员讲的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目前失业的人数 虽然增加大概 三万六千个人 可是我们的劳动参与力 并没有下降 就是说 劳动参与力没有下降的话 是代表说 人民虽然失业 他还是努力的去找工作 不像国外的话 因为封城 封国的原因 他劳动参与力 降低了两三个百分点 代表我们国人 还在努力的找工作 那我请问你 你认为要是不会再恶化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整个景气已经到谷底 这个我们 我不敢 因为看疫情的原因 但是至少我们的 这个经济的情况 已经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那个主机长 如果在低档徘徊 是不是代表 整个国内复苏 可能会 非常非常的缓慢 会不会 您说哪一个 哪一个 就是说因为你说 这个疫情 等于是失业力 不会再恶化 那是不是代表 景气已经到谷底 但是 你也不敢说 是到谷底啊 那结果 你要是不到谷底的话 是不是现在是在低档排位 主机啊 我们 我只能跟 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 第二季 我们的经济成长 可能是今年最低的一个时候 就是十五六月份 但是现在已经有往好的方向 方向在发展 那个主机长 最后一个议题 我请教你 根据行政院主机总处统计 一百零八年底 中央及地方 政府潜藏的债务 比一百零七年增加了 三千七百五十七亿 以 劳保增加五零二亿亿啊 五千零二十一亿 增加的最多 主要是因为平均 这个投保 这个薪资的调高所致 那劳保财务 负担越来越沉重 请问 劳保会不会因为提早 这样提早破产 因为劳保条例已经有规定 政府付最后之走任 首尾已收 但是我们现在每年只有 提拨两百亿 你认为够吗 这个我们 那你要怎么负责呢 目前行政院也有在讨论 说这个劳保应该 会不会破产啊 因为当初 你说 要改革 军工教劳 结果军工教都已经改了 唯独只有劳 那各在那里 那现在就说 劳保 第一个岛 那应该是 每一个逐步的去改 那因为条例已经 劳保条例已经有讲 政府会最终之责任 那个都是空话啦 那个主计长 我们很清楚啦 最终责任 因为现在只剩六年嘛 对不对 六年就整个破产了 大家清清楚楚的 你就没有了 入不入出 因为现在就位人数 包括很多年轻人等等 而且因为老龄化 退休以后 反正 年轻人 就业越来越少 也没有缴劳保 当然 你说 缴不了那么多 提领的那么多 怎么不会倒 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依法该领的 最后都可以领到 谢谢 那个是很多是空话 谢谢 感谢 各位请回 接着请赖司法委员 好 谢谢主席啊 请一下我们的主计长 主计长 我们看到 这个 现在 防疫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进入这个振兴了 结果本来大家 麻烦点的 哭碰卷 碰碰卷 什么 现在要先花一千块 淘要不要淘一千块出来 然后才去 排队 各位可以想那个光景 他去排队 去游击排队 去哪里排队 然后拿三千块的 这个振兴券 他就一定死 就不愿意讲消费券 这是蔡同同 心里有心魔嘛 买酒的心魔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如假八万的振兴券 如假八万的消费券 这个消费券就是两千块啊 当初 这个马政府时候 还发了三千六 现在只发两千块的消费券 你说什么了不起 过去的时候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把这个 马英九的消费券批评的一文不值 求现在最后的结果出来 跟委员报告一下 听我讲 不要紧张 现在还不只有消费券 还有纾困的一个措施 那个是发现金 你先不要挤 先不要挤 先不要挤 发现金 我也是我们给出来的 谢谢 我还没讲 你别乱挤 你别乱挤 这个 马正午时代还三千六百块 你现在只有缩手为两千块 发现金我们当然会提 你们就硬不一样 好 我先问你 四百六十一怎么来 四百六十一 就是很简单 不排负两千块 乘以两千三百万人口 就是四百六十一 这么来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原来就有编约 编约大概一百亿 另外三百亿的话 三百多亿 就是由 那个两千一百亿里面 移缓 两千一百亿里面怎么会有移缓级级 移缓级是各部会的移缓级级啊 有些预算因为疫情的发展原因 我不一定 你不什么胡乱哦 来 主机长 我数字一个给你算算清楚 来 第一批 我不可能胡乱报告 因为钱不会掉下来 第一批六百亿 我们就这样过了 再加一千五百亿 两千一百亿是这个 移缓级是另外的 四百亿 诶 上用清楚 那个两千一百亿里面 也可以移缓级级 因为有些疫情的发展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原来的一些 前面 不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明明写得很清楚 原来是六百亿 第一次讨论是六百亿 再加四百亿 移缓级级是各部会 那时候是第一阶段 后来再加一千五百亿 把这个事案算清楚 主机长 这都你说的 不要自己打自己嘴巴 这个东西 每一道理的地方在这里 请你 你不要打动我话 我没讲之前 你不要讲话 我没乱讲 你不要讲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编的两千一百亿 需要说还可以挣下两千一百亿 偷偷 我要投给老婆 四千两百亿 你不要讲 我没有跟你讲 四千两百亿 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还要 经济部什么 遗远级级啊 什么 从 这哪里有遗远级级 尤其是各部会的遗远级级啊 这个钱很有问题 我跟你讲 好不好 你请回吧 谢谢委员 好 主席长请回 来 好 我们请那个 教育部 还有主席长一起来 好 主席长也来 还有省机长 委员长 我再次的说明一遍 我们给了两千一百亿 一遍通过的两千一百亿里面 是这个预算 不是一完即即一完即是另外的四百亿 这个数字很清楚的 请各位Google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主席长在这里 随便让你讲一通 来 我们来看啦 我都就试试 哦报告 你让你讲一通了 来 我们来看啦 请各位仔细看啊 主席 主席总处跟教育部是不同调的 我一直排这个题目 因为有大学校长也来跟我反应 我讲的不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嘛 以前干过大学校长好几个跟我反应 校务基金啦 因为主席总处规定 一定给的钱 他去买设备啊 买这盖房子啊 要提折旧 那几位校长就跟我讲 那几位都不在现在这里面 就提到说 这对他们不公平 因为他们实际上 曾赚了很多钱 但是折旧一提之后 就 亏了 要跟国际合作 的时候 人家看 哎呦你财务报表这么糟糕 我怎么跟你合作啊 我怎么跟你合作啊 所以呢 我这里就列出来了 左边这个就是不提折旧的 第一名台大 跟各位的预估差不多 第二名高雄科技大学 就是108年度 是教育部的资料 第三名台北科技大学 第四名政治大学 第五名成功大学 第六名清华大学 第七名台中科技大学 第八名台湾师范大学 第九名教园大学 第十名东华大学 而之列前十名 如果要提折旧 第一名叫空中大学 第二名金门大学 第三名 体育运动大学 科技大学 副理健康大学 台北科大 这个学校 算厉害的啦 各位想一想 差在哪里 因为有工学院 有理学院 有医学院 折旧提的多 所以扣下来 台北科大是工学院 以前的台北工串 他今天还有办法说 提的折旧 还列在前十名 其他的幾乎都是文科的 就是折旧 提的很少 所以你看前十名 大家想到的 台大不会有 这个 清大江大都不会有 为什么 因为折旧提的太多了 所以重点在这里 我请问教育部 请问教育部的刘次长 是 这两个表 你比他赞成哪个表 呃 跟委员报告 呃 这个应该是说 他一个是计算余处 余处当然要照我们现在政府的会计规制 但是我们依据我们的管间办法 21条 为什么我们在里面讲实质余处 他有很重要的考量是说 因为我们给学校的资本们 其实 并 不会让学校 譬如说我们给学校一栋 教学大楼 不会因此而多招收学生 我们给学校一个研究的大楼 他不是拿去 出租给外面去做生意 所以当他在这方面 如果说 我们不是以一般的财务的 我们不是以一般的财务的收益 来考量的时候 但是他折旧的摊体 这就会产生 刚刚委员所说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的 我们给学校的资本们 主要是在教学研究上产生效益 在教学研究上 小学研究上产生效益 如果要转算成财务 这个 其实并没有办法 这是产生这个差距的原因 那我们当然是依据管间办法 21 30条 来计算实质的短处 跟余处 谢谢 所以你比较preverse 左边这一块 实质上的 因为 学校不一样 跟一般做生意不一样 做生意的 当然要去折旧 那学校不是做生意的 学校是来做教学研究的 所以给他盖一栋大楼 研究大楼 教学大楼 实验室 这个可以不提折旧 所以你教育部 今天这个表 全部是教育部的表 我全部 你先不要挤嘛 我 你一直抢话 你不要抢话嘛 你那么挤干嘛 對不對 你 你都要让我答嘛 主委长 你先不要讲话 麻烦遵守一下 巡答的规范好不好 谢谢 刘次长 的意思 我听得很清楚 我请教在座的 校长 我想你不必客气啊 你们认为 你比如赞成刘次长的强碼 还是主席总数的强碼 就是 教学研究 实质的 你们的实质英语的话 不应该折旧 就 站成这样子 留次长的行举手 請主席总 看一看啊 这就是名利啊 真的 根据会计原理 任何资产 都应该提列走旧 這個是会计原理的 那就回到刚才蔡伟所提到的 你就不够尊重大学知识啊 尊重大学知识啊 尊重大学知识的话 你这里面的话 老实讲 你要能够惨斩 大学真正的反映出来 他实质的 大学知识 也不能够违反预算法 会计法 跟 快计原理的原則 你讲到重点了 快计原理的原則 你們寫得很清楚欸 智愁不用欸 我们这里 百分之五是智愁的 那就是 排除预算法 決算法 審计法 就是 就是 智愁部分 不用欸 智愁部分 不用啊 主席总 你自己写的啊 那一块不是智愁的收入 所以 很清楚的 教育部跟你是不同调的 我觉得你们有必要 那所有财产 都要提累着旧 那个是根本的会计原理原則 你一定要这样讲 我 我没办法 你的脑筋一定这么 那这样就不要说大学知识 讲这么好听 你竟然大学知识 才给一个校务基金 所以这校务基金的处理方式 当然要有弹性啊 使用资产 就要 就要提累着旧 那个是一个成本分摊 是最基本的 会计原理原則 所以你 不赞成 當然啦 我是站在我 我 我这个国家的法律 好 那個 市场啊 所以你比较 贊成我左边的 對不對 我左边的讲法 你比较贊成 實質 看得到 跟社会的期待 社会的感覺差不多的嘛 根本报告 我們其實就是依照 管占办法21條 來提供兩個数 所以我說你們兩個不會打架的嘛 你是根據 管占办法21條 所以才有左邊這個表 那麼主機長強調是 他要的就是越邊這個表 可是主機長的報告也顯然清楚 我們跟教育部沒有不一樣 他可以 提供多層次的報表 來顯示出 這個情況 但是 不能夠說 學校不能 不提累走就 那是跟會計原理原則 相違背的 謝謝 好 這個 最後一個問題啊 這個 台師大爭議的事件 最近鬧了廢後癢癢 台師大還發了新聞稿 老實講 在座的大學的校長 我都很尊重 但是呢 你把一個學校 用校務基金搞到這個社會 變成社會的事件 它又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老實講 它又不是政治事件 變成一個社會事件 很難看耶 我們知道 武校長 在這裡 你做何感想 來我請教劉次長 你剛剛說 已經有調查了 初步調查 你是替 十大的武校長背書嗎 有沒有背書 應該說在這一些 譬如說 他有一些是瑕疵 但是以過程來 有沒有瑕疵 瑕疵通常指的是說 譬如說美術館的延宕 的確 他這些必須要加速 那校長宿舍的話 其實校長自己的住宿 他的住宿面積是合乎規定的 但是他下面的學員宿舍 我們請他要趕快加快的診件 那購車這個我們有查過了 購車他的150萬 他是合乎我們的採購法 他也有跟財政部報警同意 那另外他的充電樁的部分 應該是可以供多戶 所以屬於建築設備 這部分應該是合乎規定 這個我講一個啦 我覺得你一切都合法 但是觀感也很重要啦 觀感也很重要 我給各位 像各位因為我時間到了 沒辦法請吳校長上來 108年度公務車的預算 總共102台 實際上要買電動車的33台 國務部買了電動車買了20台 環保署交通部無貓部都有買 都是很重要各位聽喔 也特別請吳校長認真聽這句話 我們都按照共同供應契約 也就是大家要的一起告訴行政院 我要買車子 行政院統一來買 比較便宜 條件比較好 讀讀有幾個 台詞道我就不知道有什麼 有什麼地方為什麼你自己去買 然後呢 又買了Tesla 就燒包的車子 你買多少錢 老實講我也不會那麼計較 可是我在意的是 為什麼其他的部會 其他的部會 他們買的 買你算的 教育部底下 的圖書館也有買啊 他們都是用共同契約 為什麼台詞道可以不要用共同契約 當然他可以繞過去 你們也準 準了當然他就沒有事了 可是觀感非常不好 為什麼台詞道的校長 就要做的車子是 老實講如果按照行政單位來講的話 各個大學的校長 他算屬於三級單位的 他是三級單位 其他的部長級的 坐車大概一百萬上下 電動車 一百三十三十萬左右 你電動車可以買便宜一點的啊 為什麼買一個最貴的Tesla 那種感覺就非常不好 我就沒有時間再講其他事情 我是提醒 台詞大的校長 不要開口閉口 就是說一切合法 一切按照規定 我覺得 就是因為你們是大學校長 對這些要求應該再更高一點 更高一點 我覺得 這樣才能夠贏得社會的尊重 或者一個校長 因為這些事情都是 看起來都不怎麼樣 但是呢 就搞了這樣 社會大學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子呢 教授告校長 校長告教授 難道 難道這個社長 司法程序的事情 我們現在 不是這個 司法是司法 你們要處理喔 你可以幫他背書 我沒有意見 你就正式發一個文說 這個 台詞大沒有問題 是那個教授的錯 是他校長沒有錯 也是個答案 可是 教授報告 你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會盡快 那因為相關的應該都是 我們現在其實在斟酌 那個 就是有一些是處於通案性質的 我們在斟酌那方面的那個 見解 就盡量不要去 不要又造成在各校 就是 其實最後一點 我更想強調的是 學校的校務基金給他更大的大信 當初要設校務基金 我都很清楚 我們都很清楚 希望 對於台灣齊頭式的待遇 把它調整 就是說 你真的名下出來的 而且是學術 在國際的學術地位很高的 我給你待遇多一點 我們的校務基金 應該會擁有這個事情 習政人員特殊人才 我給他多一點錢 不要受到這個限制 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的錢可以這樣用 結果我們發現 不是啊 還是一樣教育部大學啊 弄髮半天 還是變教育部大學 就是 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有的教授都一樣的薪水 沒有看到你們可以拼什麼額外的 我知道幾個學員 像台大 這個之類的 有幾個他們會提的特殊辦法 多 匹率教授薪水高一點 可是畢竟 我感覺比例都太低 大部分的錢 又要再部分的用並不多 如果我講錯話 再請你來 提供資料來 來給我就證好了 好謝謝 那就是我們再提供資料 謝謝委員 好 各位請回 接著請曾明宗委員 好 謝謝 請主記長跟省記長 好 兩位收張來 主委長 主記長好 我就接續剛剛 賴士保委員的質詢 您剛剛講 資產 一定要提折救 您堅持這個看法嗎 資產如果是固定設備的話 它是一個長期的預付費用 所以它是一個成本分擔 不提折救 是跟會計原理原則相違背的 這是基本原則 但是我們今天的三本報告 審計部的報告 教育部的報告 還有你主記處的報告 都寫 依照 國立大學 效益基金 設置條例 第十三條的規定 它駐筹 駐筹收入 排除了預算法 排除你所謂的 會計的基本原則 會計法 決算法 審計法 但已經排除了 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你自己寫的報告 你也不認 排除也不是代表說 那一個說不必提列走舊 那至少要討論空間 你 何況 效益基金 也不是上市商業公司 一定要對股東負責 都已經排除了 表示 這也是為 為什麼 下一步要兩種並列 好 下一個問題討教 蔡政府 上來之後 推動前瞻紀錄建設 一定總額 八千四百億 我一直在追蹤這個問題 因為八千四百億 還沒有追加 但是 地方的配合款 到時候 整個前瞻紀錄建設 在民國 一百十四年完成之後 地方政府 財政 除了台北市跟 陶淵市相對比較好之外 其他幾乎都會破產 就這個問題 陳議長 你沒什麼看法 好 下委員報告 這個委員的擔心 也是我們的擔心 所以 因為 整個配合款 依照合定的 合定的 有四千多億 四千多億 如果到的地方去 有的地方的財政上 它的開源 都能力不足 就像那個苗栗 它開源能力不足 只有大量級 建設 可能會造成 它整個 租金短卓 整個財政 就變成現在一個狀況 所以 有一些單位 我們 已經先向他講 這個 你要稍微衡量 你自己的 開源的能力 來看這些建設 所以 我們有稍微 有幾個 縣市 對於他長期 這幾年聯繫 因為 前瞻的關係 造成 短 短軸 一直扣增 我們已經開始 觀察 民國 一百一十 一百一四年 到時候 前瞻基礎建設 完成之後 地方財政 講難聽一點的苗栗化 主席長 你有沒有意見 現在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地方的 這個 一年以上 為市場的債務 現在大概是一千四百億 它舉債的空間 還有一千五百億 應該還有比一千五百億 不會低於一千五百億 而且隨著 GDP的上升 這個舉債的空間還可以 而且 要不要 這個公共工程 地方政府 它會自行 衡量它的財力 要不要提出計畫 來跟中央申請 主席長 我是尊重 你是地方財政 那GDP比例 成長一點點 那第一問 你像高雄市的 軌道建設 你一蓋一半了 你可以挺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GDP的母數 大概是二十兆 成長一點點的比例 它的金額還是很大 拜託 分給二十二縣市 你給我扯這個 分給二十二縣市 要不是一個 我先跟你講 台北市沒問題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沈記長 就 前瞻基礎建設 造成 地方財政的 可能崩壞 每半年專案查核一次 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大概不必 我們每年 像第一期第二期 我們今年的結算 我們會查 因為它是 因為一下半年 它因為這個失誤啊 所以啊 嚴則上 我們已經在關心這個 對前瞻啊 每年 雖然它那個整個 族行的結果 成果如何 我要我們的同仁啊 繼續在追查 好 那我就讓一下 至少 一年查核一次 有沒有問題 我們每年會照 委員的意思 好 而且假設你發現 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縣市 真的發生崩壞的情況 真的發生崩壞的情況 我要求審計部 移給監察院 依照公債法第九條的規定 追究 相關所長的 當時誰推這個建設 我不是現在接的人喔 比如說你軌道建設 兩三年前 就定啦 計畫就定啦 追究誰 當時定定這個計畫 責任 移給監察院 有沒有問題 我們會 根據這個整個狀況啊 他如果 我們 因為這個 我們是希望他不要崩壞 所以我們會議警 好 會議警 如果有那種現象 我們會移給監察院去追 去看看這個責任啊 到底啊 肉在哪裡 好 好 謝謝 主席長你先回去 另外 請教 主席長 主席長 你先回去 主席總處 明天是不是開 要開 這個GDP 成長的 預測的相關會議 明天有國民所投評審會議 下午 下午 現在初步掌握的資料 情況怎麼樣 我們的經濟 是目前在往好的方向在發展 那 有沒有考 有沒有可能保一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的時候 我們不會 應該是不會低於一 但這個實際情況 還要經過國民所投評審委員會 正式的一個評審 現在 我們是按計 預測 一年 發布幾次的這種 GDP成長率的預測 四次 就是二月 五月 八月 十一月 過去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為了充分掌握 掌握 掌握及時的這個消息 可以讓整個 各產業 參考 曾經 頻率最高是 一年八次 對不對 有那個 後來因為說 因為 做GDP的一個估計 有不同的一個 因為要有各種資料 就假設 那個頻率 做得很平緩 不見得是說 怎麼 對預估有幫助 那 你們評估 假如說八次太多 能不能說 調整六次 或者 做相關頻率 能夠調整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 會在那個 國民所得評審 委員會 因為那個是一個 委員會的一個組織 我們可以 在那個會議中 做一個討論 好 謝謝 好 希望至少你說八次 你至少不然 調整六次 能夠隨時掌握 整個最新的 經濟的趨勢 好 謝謝 下一位請劉次長 劉次長請 請教你 現在總共有四十八所公立的大專院校對不對 是 目前這四十八所公立的大專院校 現在應該都還好 現在應該都還好 那您預估五年內或十年內 這四十八家公立的大專院校 招生 會不會面臨困難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日間不學士的話 應該還好 那比較大的困難會發生在碩士跟博士 對 因為人口整個 這個 這個 一直在減少的情況底下 那您預估萬一 這四十八所公立的大專院校 招生 面臨困難的時候 那教育部打算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當然最主要我們這些大 我們的國立的大專校院 其實是非常具有國際上的競爭力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更強化 我們在國際上的招生 然後這部分是特別在碩士班 是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財務上 盡量讓他們有更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 那如果就財務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在產學合作 這些給各校更大的彈性 只有這些嗎 這些夠嗎 那你會不會推整病 那或者是有沒有配套 因為您這些措施過去都在做 而且績效不長 你有辦法因應萬一十年後 或者更長的時間 這四十八所公立宴校 招生面臨困難的時候 您沒有更強的措施嗎 沒有更好的配套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整病還是必須要看 是否在整病上面 有沒有真正的可以產生效益 這是其一 那其二當然我們還是必須要尊重 各個大學他們對整病的意願 但是你現在是初步是看了 因為你現在還有一百零事所的私立大專業校 那你現在私立院校已經有慢慢退場對不對 是 那你到現在公立學校還沒有面臨這個問題對不對 公立學校應該壓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在碩博士班的確是有很大的需要去強化的地方 我希望教育部要超前部署 面臨這可能未來面臨的情況 必須願意更強的措施 而且更強的配套 你也要保障所有公立大學院院校的相關的教職員 獲得這些教授的權益 給希望教育部超前部署 儘快擬出一個具體可行的配套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下一位請郭公文質詢 請 主席有請主主席記長 陳森記長 還有包括我們的劉政次 還有台大的管中民校長 台大的管校長 請 國賢老 早 主席記長 主席記長 我想剛剛呢 我聆聽你剛剛跟委員的激變當中 主要的關鍵點 到底是審計部的這一個 餘錯表比較準確 還是屬於那個教育部提供餘錯表比較準確 關鍵在於國庫這個博補的購製的這個財產 到底有沒有責救 是關鍵點是不是如此 主席記長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甚至上主席總處的表跟那個教育部的表 兩個通通是正確 它是說有包含這個沒有包含 結果會怎麼樣 並沒有代表說哪一個正確或不正確 那這個不是看起來是符合你比較認知的一個會計準則的一個做法嗎 對 就是說你可以 既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說 這個是所謂的一個 的一個經營情況 它可以 這個比較明白嘛 至少審計部會比較清楚嘛 更明白 好 那主席 主席長請回 那陳議長 陳議長 陳議長 陳議長如果照這樣子的話 交易部的部分呢 某個程度啊 老實講 就我們這個財政委員會拿到這個表格的時候 看到其實老實講有混搖試聽的效果 我想說這個學校當中就只有一個是短處而已 其他都沒有啊 那原來他是把折救的部分再加回去 你覺得這樣做法適當嗎 剛剛主席長有講 現在世界夠國啊 對啊 現在的都要提招救 連現在的公務機關都要提招救 所以說不宜回家嘛 所以啊 他是一個作業的基金啦 所以他這樣子教育部的做法混搖試聽嘛 齁 你是不是應該去承報一下 陳議長 你是不是應該組遺體審計部的立場 承報監察院 必要的時候要糾舉的時候要糾舉一下 不要做這種混搖試聽的表格可不可以 這個是這樣子 教育部是管理用的 他要 他依照他的條例啊 他可以做管理性的報表 來看 這些大學如果加回去 這個是剩餘還是短處 可是事實上 你不是應該用你的表 標準表格的方式來處理比較好嗎 必要的時候是要溝通一下 不要弄出兩個不一樣的表格啦 好不好 陳議長請回 是是是是 好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那個 劉政次齁 是 政次 我想這個部分當中呢 其實陳議長排這個委員會的審查 中間對效物基金的一個看法有所不同啊 當然104年的時候有一個監督委員會 後來也被撤掉了嘛 那以照目前的一個集合機制來說的話 一來你有專業的集合人員 必要的時候你又可以組專案小組 三來你又可以找會計師來 再接著的審計部還有一個外部的一個監督的作用 有三層的作用嘛 如果這三層的作用情況底下 市長 本期請教你一下 你認為還需不需要 來成立這個所謂的這個監督委員會 呃 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上個會期 其實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 曾經有過委員之間的討論 當時有一個協商的版本 是覺得啊 設置條例的第七條可以修正 也就是宗教兵委員提出的 提出的那個 修正案 直接講好不好 那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 歷屬於校長 第七條歷屬於校長拿掉 那強化專業集合人員的 那一個專業性 那其實我們覺得這樣的修正 其實教育部是支持的 也就是說 比較避免歷屬於校長的語句 但是其他的監督其實應該是很強的 他重點是專業是功能性 而不是所謂的委員會的代表性嘛 是 功能性大過於代表性 是 所以說應該強調功能 而不強調代表 是的 也因此你比較主張 依照現有制度 而不是恢復所謂的監督委員會 是不是如此 是 好 謝謝齁 劉政司我順著請教你一下齁 關於這個基金的運用齁 很關鍵 在目前的結構當中 就你的報告裡頭啊 看得出來 約略啊 你在自仇的部分不到五成越來越多 但事實上 政府補助的這個內容當中啊 即便自仇收入的部分裡頭 還是有佔有相當程度的比例是屬於政府補助 對不對 是 所以真正屬於啊 大學院校裡頭 自行籌款的自主裁員啊 不過是31%嘛 就你報告裡的內容是不是如此 31%裡頭關鍵的因素 對於整個校務基金裡頭 就在學雜費的關鍵嘛 是不是如此 是 但是呢 本席要這邊提醒你 制仇的這個部分 如果調整到這個學費的話 你要審慎處理啊 你知道今年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疫情的嚴重衝擊不是來自於學校 企業單位 包括學生個人也是如此啊 你明年會不會調高學費 呃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對今年 今年到目前應該還沒有學校提出來要調高學費 事實上中山大學要把學費降 如果既然沒有學校提出 提出學費的要求的話 你五月二十號有發函嘛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對外已經有公告說 他將來如果今年沒有調學費的 明年可以調2.5 或者所謂的最高限可以調到1.4 為什麼有這種說法 公委報告 那個是例行每年都要 例行每年都有 可是今年疫情不一樣啊 難道沒有動漲的可能性嗎 是 所以我們也 報告委員 我們也有跟各校說明 我們在今年的審查會相當的嚴格 對 那你應該政策上一個指示嘛 直接了當的宣布說明年的學會動漲 嘿 那政府的補助 你企業都已經在補助了 你為什麼不能給大專院校大學院所 多一點政府的補助來度過這個難關呢 市長 是 能不能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是 謝謝委員 消費基金當然很關鍵 這欠了到就是整個消費基金當中 不足的情況底下 需要外界的金款 這也是我請管校長上來的員 管校長我請教你一下 謝謝 校長 之前啊 那個郭台銘董事長 他曾經捐了150億 打造亞洲這個 那個癌症中心嘛 對不對 是 然後今天我看到了一個現象 郭台銘這個董事長 後來啊 在他參與國民黨的總統初選的時候 還說啊 還跟您召開這個記者會 說還要續捐50億 這50億在哪裡 呃 50億中間 他中間包括食物捐贈 也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捐贈 有一部分已經進到癌醫啊 食物捐贈也算 對 設備 設備也算 他當初的最先的100億主要是癌症中心醫院 之前150億就是整個硬體設備啊 怎麼還有這50億還用硬體設備呢 跟委員報告 他這邊分兩部分 150億中間 100是在癌症中心醫院 還有50億是 呃 他原來Promise 2007年的時候 爆展就講150億了 怎麼還會內涵呢 應該是外加才對啊 不是嗎 那150億中間本來就有兩部分 跟癌症中心醫院有關的是100 所以後來再和我 我上任以後再和我簽的那50億 也是跟癌症中心醫院 所以還是原來的150億嘛 沒有增加嘛 所以你才會去找那個保家集團嘛 不是嗎 這也不是 是因為癌症中心醫院中間 他有些設備 你日後的營運 他是給你一個硬體 給你一個building 但是裡頭的軟體 也包括設備 營運的部分都沒有嘛 不是嗎 你一個月的部分就要4500萬嘛 加起來一年的部分要5億4嘛 所以你才像保家集團的創辦人 跟財團球員 另一個財團球員嘛 不是嗎 我們是募捐 而且他們募設備 已經簽約了喔 對 我們募的是設備 他們捐贈的是設備 都捐贈的設備啊 這樣子讓癌症中心醫院 可以提早有更多的設備 所以你光是直指基 二三十億的情況底下 這會不會影響到你以後的 消費基金的運用跟配置 不會那是保家的捐贈啊 沒有我是整體而言啊 就整個消費基金的運用 他會不會因為 不同的財團 要捐贈你而引導你 消費基金運用的方向 譬如講我現在給你投期款 後面的分期付款 讓你自己處理 變成你的消費基金 讓他牽著鼻子走 不會 這兩回事 因為 郭台銘董事長 他捐了一部分 中間也包含了設備 如果設備還有不足 這是保家捐贈的部分 我們合在一起讓IE可以有 足夠的營運能量 我謝謝你的說明啊 但是我希望更詳細的資料啦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更交易不定啦 好不好 捐贈的資料嗎 了解 我要更清楚知道的明細 我希望呢 郭董事長啊 其實公眾人物講話要算話 齁 你請回齁齁 謝謝來請這個次長 是 次長 類似這種財團的捐贈齁齁 最近還有一個營運量 他還提出所謂的羊交輕 還有加上一個政大 類似這種捐款 不斷的對於整個大學的政策 來做一個想要主導性話語權的情況底下 我不知道教育部的看法如何 呃 我們當然是歡迎有捐贈 不過這個還是要 在這個捐贈還是必須在大學自主 也就是說 喔 的確是大學在教學研究上面 應該是要堅持他的自主性 我覺得齁 要審慎的去考量齁 齁 有些後面也許有不同的思考齁 齁 市長 是 接下來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啦 那個 你知道那個 港版的國安法要通過嗎齁 是 港版的國安法如果通過的話 我想對整個港澳生齁 其實影響非常的大 就這一部分 有港版國安法如果通過的話 港澳生原來可讀的就學的學校 學科的限制 出入住的規定 跟身分的限制 是不是跟陸生一模一樣了 不一樣 印象應該是不一樣 現在當然不一樣啊 是 我是說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聽到本席的問題啊 是 會不會變成這樣子 會不會變陸生一樣 我們目前還沒有針對這一點來進行討論 你目前還沒有 就是你速度稍微太慢 你慢半拍了 是 港版這個國安法 可能是這個禮拜四就會通過了 已經迫在眉睫的情況底下 港澳生來台 因為疫情不能來台 他接下來會來台灣 來台灣之後要怎麼因應 如何去讓他們有就學居留 就學居留 是否能夠延長 是否有其他行政做事來做協助 你都還沒有準備 報告委員我們就是依據港澳條例 所以如果港澳條例是進行修 進行調整的話 我們就跟著調整 你們要超前部署啊 次長 謝謝 是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林楚音委員之請 包括委員我們 按慣例11點會休息4分鐘內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教育部 這位不是劉次長 請 委員長 早安正次 我想接續剛剛顧國委員所說的 因為 現在 中國方面 他針對 香港所要進行國安法的話 那麼現在當然很多的年輕學生 他們是相當的擔憂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扣合到這個話題 是今天我們在審慎的是 校務基金的部分 當然我們知道多數的校務基金 當然現在還是以政府的補助為主 等一下稍後我會來談 不過從中國這個動作頻頻齁 從之前因為反送中 那麼當時中國就以所謂的 疫情為理由 就下達了一個禁止令 也就是說 中國的學生不要到台灣來 那麼在這個時候 當時就有一波討論 因為中生不來 那麼當然對於不論是 公立的學校 國立學校又或者是私校來講 這個在裁員的部分 就會造成一些缺口 因為原本預定的原額 是沒有來增加的 但是現在因為反送中的關係 其實很多年輕學生上街頭之後 學生根本不敢到中國去 如果明天 港版的國安法過關的話 我們看到最新的訊息是說 有連增百分之六十五的 香港學生希望到台灣來就學 首先我要就教您的是 您現在手上有 我們過去往年 港生到台灣來就學的資料或數字嗎 在原額當中各是多少 那麼是不是有滿原的狀況 過去在現在還沒有發生反送中 跟現在中國國安法的部分 到底數字是多少 跟委員報告 我們可以給整個港生的總名額 大概有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人 不過去年或一百零零七年 他說我們的招生人數是一千一百三十三人 那如果我們看報名註冊率的話 註冊率大概是三成多 不過今年因為 特別是反送中之後 就是如委員所說的 的確我們現在對 香港學生的吸引力提高了非常多 那我們去調查一下 目前我們在個人申請的報名 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在聯合分發的報名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person 所以現在算是有蠻明顯的增加 好 本席會提到這個部分就是 不論如何 當然大家也知道 台灣的學生 其實台灣本身 就會喜歡找到國外去 來從事就是更多的高等教育的部分 但是台灣的環境對比 中國 尤其是在現在中國的學術自由 可能受到香港 反這個國安法的影響的時候 確實台灣是更友善於香港的港生來台的 那麼教育部這邊有沒有更多的作為跟想法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來協助 或者是說擴大宣傳 讓他們可以來台灣 這是不是也可以解決一下現在 財務 各個學校財務的狀況 來分攤這樣子的一個 從政府來補助高等教育的部分 是 就像委員所說的 我們當然會希望 就是 其實不管什麼時候 我們都希望能夠擴大 對國外的 境外的招生 那香港的學生 我們非常的歡迎 那我們在上一次反送中的時候 其實就有特別請學校 因為招生的時間已經過了 我們那時候就特別再打開專案 讓學校可以專案來申請 那我們也把一些 譬如說轉學轉系上的限制 我們都打開 那目前是我們的個人申請 已經在截止 聯合分發的截止 目前是單招 不過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內部其實也在討論 我們就是會不會 依照反送中那時候的情況 我們再另外再專案再來打開一波 也就是說其實在原額的部分 如果就您剛剛所提供的資料來講的話 原額是還有的 只是因為申請的時間已經截止了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專案的方式 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公告 因為目前我們還在看這個發展的局勢 不過因為我們先前有反送中 那時候的執行經驗 我們就會依照那時候的執行經驗再來運作 好 那麼本期希望是 你們隨時要緊盯現在 中港台之間的情勢的發展 把這樣的有力的資訊能夠提供出去 另外當然就是我們都說 現在要新生活運動 要有所謂新的社交距離 那麼在後疫情時代 其實大家也會認為說 這一屆的畢業生相對的 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不只是他們可能連畢業典禮 都沒有辦法擴大舉辦 有些甚至於只能用這個頒獎的方式 視訊的方式 那麼他們可能面臨的更嚴重的考驗就是 現在失業力攀升的情況之下 那麼28萬的畢業生投入職場 教育部有沒有先事前的做一些必要的輔導 或者是建教合作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這方面我們當然也是非常地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有在跟勞動部緊密的協調 那特別是因為我們學校 學生一旦即將踏出校園之前跟之後 那大概都需要勞動部這邊的相關的協助 那我們都一直有在跟他們維持密切聯繫 希望今年要特別強化這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是我們也在 當然我們也在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今年的確在畢業生在就業萬一 有遇到一個比較困難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會強化我們的 就是變成在學校裡面請他們先加職 那這部分我們可能會提出就是有一個 第二學位或學士後的方式 那也就是說運用這段時間 反而是讓他們去做 特別是一些讓他們做跨領域的 或者做比較是專門的就業導向的 這方面的加職來做 那這方面我們已經在研理相關的方案 好 正次我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為了面對疫情 那麼從這個CDC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都有跨部會的平台 那麼其實本席過去一直在追蹤的 當然除了就是有 勞動力的確保之外 當然就是學生 年輕學生的就業的部分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這個 相關的就業資訊公開的時候 大家會擔憂的就是 接下來這一屆的畢業生 會不會成為所謂的傷痕世代 他們就變成是卡在這個 疫情的傷痕當中 所以在這邊也希望教育部能夠跟 勞動部能夠緊密的聯繫 那麼我們也知道就是 今天講到這個 校務基金的部分 如果說 校務基金希望的成立 當初是為了財務自主 但是如果我們從106年到108年的相關報告來看 那就是這些國立大學的部分 當然還是以政府的補助為主喔 從106年監察院的報告 當時就說還是有五成以上是來自於政府的補助 到108年之後教育部自己的統計也是如此 那麼最重要的狀況是出現在什麼樣一個地方 為什麼還是多數要依靠政府補助為主呢 我們知道其實在國外很多的好的大學 不乏有這些優秀的畢業生 希望能夠回饋學校 而這些金額常常出手 都是非常的驚人的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部分推了這麼多年 但是還是要依靠政府為主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各個大學都非常的努力 那這部分 剛剛我們在我們的書面報告中有說明 那因為我們最近的一個 高校生根就79億下去 那其實各校在這中間 同時他們也成長了71億 但是問題是79億大了71億 所以那個才會看到他們的那一個 政府補助的那個反而會有一點 我也真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不過我想各校在這裡 其實我想這個國立大學的各校 真的都是很拼命的在想要去 讓這個狀況可以變得更好 那很多的學校也都盡力在 在爭取各個校友之間的捐款 但是可能有一些是反而是受限於 教育部這邊的有一些管制上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正在努力的克服 讓各校可以再去爭取這個校捐款 或者是爭取這個外面的產學合作的時候 可以更具彈性 好所以說剛剛正次你也自己提到的 就是限制的部分齁 因為限制一旦存在的時候 那麼當然這個裁員要擴大就不太可能 我想請主席幫我請一下朱主記長 朱主記長我請 朱主記長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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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到這個 校務基金的運用使用 那前面幾位委員都有講到了一些管理面的問題 但是我想其實高等教育如果要蓬勃發展 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找到更多的資源 挶住不能只靠政府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靠政府 那麼其實還是從納稅人的口袋裡面拿出來 剛剛正字有特別提到 是有一些管理跟限制 限制了這些 其他资金的进入 你怎么来看 就是校务基金要如何来解决 就是超过五成以上 依赖政府的部分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就某方面来讲 那个随费政策应该更有弹性 那个政府不要管太多 第二个的话 他们在投资理财上 也应该更有一个弹性一点 因为据我的统计 48所学校 他们的现金有一千两百多万 一千两百多亿 对不起 一千两百多亿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存在银行 所以应该就 银行现在利率这么低 应该就有更有积极的一个应用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投资理财的老师 谢谢 那主机长您认为 其实国人都很喜欢捐款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因为 某种的限制存在 不论是财政部或教育部 在对于相关的捐赠的部分 没有给予更多的投注 所以说包括像你看这个 项目基金里面的捐款 其实不到 大概就是只有百分之一 你认为这会是关键吗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事实上财政部也有一些 这些一些所谓的一些 租税上的奖励 那我们觉得是 社会上捐款的风气 应该更多一点 好来最后我想就叫的就是 政策 所以说 这会不会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从学校毕业出来的 学校给我们的教育成为我们未来 有机会在社会上立足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国人如何去让他们 除了捐款帮助弱势的话 也回馈给学校 但是缺乏性校务基金只占百分之一 这是不是太少了 是不是教育部跟其他各个大学的校长 应该好好的想想 这些优秀的校友为什么不回馈 或回馈的数 他数为什么这么少 是这个应该是我们教育部 会跟各个大学来努力的 那其实目前的国立大学 他们的捐款 其实在抵税上已经是百分之一百抵税 所以他还是比较就像我们主席长刚刚所说的 这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那这社会风气的扭转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我想这个也是各个大学的校长 在这里我们是共同在努力的 那我们会继续来 就是继续来看如何能够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好我们请教育部 跟各个大学校长 也朝这个部分来努力 不要这个全部都五成以上靠政府的支出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请陈家华委员咨询 向我们的报告 还有等到庄内小委员咨询完毕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 好主席谢谢主席 你们请那个次长 刘次长请 还有师大还有台大校长 师大的吴校长台大的管校长请 委员长 好次长长 我们知道教育部要去管理跟这个业务非常的庞杂 所以所谓大学自主 让各个大学可以独立自主 但是如果发生问题 那教育部没有处理的话 那其他大学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呢 好我们看下一张 我先把所有的议题先讲完 然后再请各位回答 这个是教育部 你们侠馆的这个屏东高宫 那这个屏东高宫的这个土地呢 是原来是由这个民众所捐赠的 但是呢 后来屏东高宫竟然呢 连那个捐赠的地主的地呢 也把他们划入那个校地 那在好下一张 我们看到就是在民国八十四年 屏东高宫把他们化为校地之后呢 答应说要以地换地 以地换地 但是后来又违背承诺 又去告地主说要拆屋还地 下一张 后来进入诉讼呢 就目前呢 还是一个争议呢 那这里就是请教育部要去管一下 屏东高宫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人家捐赠还要再去抢人家 剩下最后一百多坪的土地 下一张 那再来我们看台大 台大这边所管理的土地 在民国三十八年来台的一些军眷呢 他们在绍兴这个新村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居民在居住 但是这里是非列馆的眷村 但是一百年之后呢 台大竟然就是已经 就是要人家来搬离 但是这个搬离呢 有一些争议 其中在这个府前大楼这边 这是这个民间的拥有的这个大楼 那这边要都更 但是地不够 地不够呢 我们知道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审议会 就是说因为这是民间要都更 所以公有地不能去拨 拨给这个私人 但是为什么台大竟然同意去把他管理的土地 可以拨给私人去土地 去做都更 这个是不是有土地的嫌疑呢 教育部你要管一下啊 否则今天来的其他校长也可以 如法去学习以后 就可以跟民间来结合来都更 然后就可以把所管理的土地也可以去拨给私人了 好下一张 那这个争议呢 就是台大将所管理的土地进行分割 在107年的时候去分割 然后将其中的这个大约五平的土地 就七平的土地呢 就拨给民间用了 好下一张 好再来我们看现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是属于这个从国民党政府一起来台的这些非列馆的这个眷村 那这边他们虽然当初没有列馆 但是他们被被迫要迁离家园 但是他们非常的愤愤不平 为什么台大却可以把他们现在做的土地要去送给这个财团要去做都更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虽然只有七平土地 好 次长 了解 好下一张 那再来我们看师大 师大在这个林聘的这个流程 为了抹人 然后去 去这个 重新去定了一个新的这个真财办法 我们知道原来大学法规定就是真财要核定 要核定原额才去对外公开真财 那为什么我们的我们的校长却可以 好去可以去自己定规则 好下一张 然后紧急在今年本月的4号去发出一个函 就是他们要先做林聘 上一张 上面 他们的做法就是先由教学单位去真财 公开真财 但是教育部大学法的规定 所有的大学都是核定名额在去公开真财 那为什么师大可以自己任由各个教学单位去公开真财呢 那以后各个学校大学自主是不是可以学师大 如果师大这样子没事 以后各个大学的真财是不是会乱成一团呢 下一张 师大的问题很多 我今天先举几个 还有学人宿舍 这个厕所漏水 借物漏水到现在都没修 但是没有人住的地下室 却去买室厅设备 买撞球桌 买这些设备 那是要给谁用啊 好下一张 另外 师大的美术馆主体 教育部在108年8月 审查意见说有一些 还有这个有欠周妥 所以这些资金呢 都还没有这个 这个办 这个社 这个美术馆的这些工程 还没有纳入主体工程 进行整体资金来源 及财务效益分析 这些都没有妥事的时候 竟然在8月提出这个意见 10月就说不用审查 就不用审查 教育部你们的态度是这样吗 下一张 所以现在大学自主 现在国立大学有这么多的校务基金 有这么多管理的土地 然后他们 他们校长呢 求援兼裁判 又在使用基金 又是基金的这个 集合管理的一个主管 那这样子 校务基金的治理跟监督 没有独立 这样的大学自主 是什么的大学自主呢 我们能够信任吗 纳税人可以信任 这样子的大学自主吗 这问题很大 所以今天这位校长来 就是要你们了解 我们对大学 这个校务基金的管理 我们是不放心的 今天有台大出问题 有师大出问题 都是国立大学的龙头 连龙头都出问题的 其他大学 不会出问题吗 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好 次长你先回答 第一个屏东高宫的问题 屏东高宫的问题 他是在司法程序当中 应该是这样 那但是因为这个 你可以放任一个高宫 随便去告那个 捐赠的地主吗 教育部都不用管吗 就推给那个 那个诉讼 诉讼已经拖了二十几年了 你能够放任这样子的 公立学校去告地主 做这么丑陋的这个行为吗 报告委员这可能也牵涉到 屏东那边的教育局 这是不是我们会 这个会后我们再提供 给我书面报告 然后找人来跟我报告 再提供书面报告给委员 亲自找那个业务主管来跟本期说明 可以吗 好 下一个 台大绍兴社区 台大绍兴社区 这个个案我们是不是请 请那个管校长来说明一下 好 校长你好 绍兴社区那边从开始的时候 当初要有 要迁移当地的居民 因为那是台大的校地 可是那时候引起争议之后 台大事实上从学校跟当地的居民 跟市政府 都有一个密切合作 而且有一个特殊的拨关 跟这个学生 有老师学生 和当地的居民共同合作 那现在大部分的居民 其实已经迁移 迁移不是我 我直询的内容 我直询是说为什么台大要拨这七坪土地给 给这个民间来做这个都根 我 我 我 这个我不太确定有这个七坪 如果你们台大可以这样 其他以后所有大学 跟委员报告 我们台大有严格的规定 任何的校地的处分 一定要经过学校的委员会统一 任何人不能够随限统一 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妥适吗 我不清楚有这件事 你可以判断吗 你上任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 你觉得妥适吗 让我回去了解一下 是什么 你可以回答本席这样妥适吗 其他大学校长也在这里 教育部次长你认为妥适吗 不是 这上面有时候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他比如说可能是某种基林地的情况 因为我完全不清楚 我可不可以了解 之后他回答 次长你认为这样子 大学可以去分割这个土地 给民间去办都更吗 你认为妥适吗 报告委员因为这牵涉到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 他的那个相关的 是不是我们这也是在会后提供一个 你是大学主管机关 你认为妥适吗 但是 你有推给财政部 国有财产局 是这样吗 教育部不用管吗 是不是给我了解一下这个个案 我们再提供资料给委员 这个很严重喔 拜托 好下一个师大的问题 师大 等一下我先请次长回答那个 校务基金的那个监管 行政跟监管这个问题 跟委员报告 校务基金的监管 你觉得都有校长一个人来管理这样子 在教委会 在教委会上个会期的时候其实有针对设施条约第七条 当时其实 超越协商 你觉得这个问题大不大 该不该去修什么样的法规 是 宗教兵委员当时有一个修正版本 你认为该不该修 教育部支持宗教兵委员的版本 在第七条把隶属于校长五个字就拿掉 然后来校务会议来重新来决定 这个集合人员跟集合的组织 这是行政命令嘛对不对 不 那个必须在立法院通过 那个是设施条例 所以教育部愿意来修这样子的法规吗 当时教文会在上个会期已经在朝野协商 你提到中委员 我是问教育部觉得这个有没有所事要不要修 我们支持中委员这个版本 你们教育部要不要修 我们支持中委员这个版本 他的版本我不清楚 所以教育部认为这个妥适吗 教育部认为那个版本是妥适的 我讲的问题那个版本可以来解决吗 可以 好 那再来跟本席做演绎可以吗 好 然后另外刚刚师大的这些问题 就是大学教师的林聘 是 是不是跟委员报告 他们暂自去修改这些林聘的这个 这个流程 这样子可以吗 跟委员报告大学法是第十八条是说 因今教师评审委员会审议 那关于在教师评审委员会之外 那如果有其他的 其他的审议机制的话 对那个应该不是原额配置 市长所有的大学 国立大学的这个林聘 都是 都是在左边这个 有核定的原额才对外公开征裁 这是所有的国立大学 现在都是这样 那现在就是师大把它改成这样 你觉得这样妥适吗 教学单位就可以先去公开征裁 你认为妥适吗 可以这样吗 其他大学也可以 来如法炮制这样的作业程序吗 跟委员报告这不是大学法规范 大学法规范 可以吗 他们可以这样 你现在讲是可以吗 跟委员报告在监察院在一百年有一个函 还有我们的一百零六年 下一步的函 在这方面还是必须只要大学 符合大学法十八条规范 我们尊重大学 但是必须符合 市长你认为再给我两分钟好吗 市长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他因为是市委中央的规章 我们在意的是 这有没有在校务会议来通过 这是第一个 有吗 师大校长有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吗 校长回答 请校长回答 你这个 你这个五月四号发的文 你有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吗 包括我也没有 但是这是一个咨询的程序 有吗 你回答我有没有 因为我的时间到了 有没有 这个我们行之有年 有没有经过校务会议通过 你这个流程 你修改过的流程 有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吗 这个机制这个流程呢 他并没有 没有 所以市长他没有经过校务会议通过 他可以这样子修改吗 我们希望他可以 所以我们会 请市长回答 我们会请师大要补证这一件程序 你会追究 要怎么追究 我们请师大补证这一项程序 补证就可以吗 以后所有的单位只要校务会议通过 就可以公开征采吗 大学法十八条有给予他们这样子的权利吗 大学法十八条并 报告委员大学法十八条没有规范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所有的国立大学 都是左侧这个 这个 林聘的这个 征采的程序 时间到了 报告委员 这部分我们在确认 但是应该这是授权大学自主的部分 我们觉得大学自主要有大学自主的一个模范 不要这样子擅自去修改 这样子的林聘 这样子我们的大学怎么受到大家的尊敬呢 大学自制 基金 校务基金 这个机制呢 这里下在跟程委员报告 好谢谢 下位请周瑞雄委员咨询 咨询完毕我们休息十分钟了 谢谢主席 有请我们教育部 教育部的刘次长 刘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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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差幾趴 並沒有比我們憲法上所規定的那個低 因為現在是根據教育經費管理辦法在運作 每年都會有八十幾億的成長 全國的教育經費 所以說 其實整個消費基金 這一半 國家落下 那這個也代表名子名高 可是教育它就非常特殊 我們今天看到你說我們去期待每一個學校 我看今天有這麼多的出現赤字的 也不是說出現赤字的 說台大也赤字嘛 管校長 那說台大出現赤字 所以台大這個學校 你看學校這個校長就幹得很爛了 這也不對 這種講法也不對 你說哪一個學校它這個是紅的 不是紅的 好像看起來又是平衡的 又有賺一點錢的 那它就特別好 我覺得也不對 但是呢 我有一個疑問的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啊 我們一直在講說 校務基金看大家學校可以去自仇嗎 那看起來比較大膽的 有辦法去學哈佛 MIT 等這一些國外的名校 拿校務基金去運作去投資的 好像只有台大跟清大 所以我來請管校長 這你算 你做校長之後 說怎麼沒那個就飽去 那以前叫做管爺 現在來到立法院 變這個型的啊 我覺得跟我認識的你都不太一樣 台大要做龍頭 你也有感覺說這個言論可以引領這個社會才對啊 所以今天早上我以我的標準管校長這個現在都還不及格啦 我請教台大現在我們的我們就有去投資啊 你認為我們現在投資的成效怎麼樣 因為我們投資當然要受到一些政府規範的限制 我們現在平均大概每年可以做到6%到8% 6%到8% 你認為啊 你認為我們學校這樣子 校務基金 你這個報酬率你們目標應該定多少 你認為才適合你 因為任何的投資當然都有風險 所以我們必須要兼顧風險跟投資收益 那大家也知道 因為堵到這波疫情 這是什麼人外 高手也會掛掉啊 對不對 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該多少 那才合理 讓你們才有辦法去大展身手 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們太會這樣 你說管校長你做校長 你以前做的你在內閣裡面做過 用能力那沒有問題啊 可是叫你去投資 我不認為管中敏校長會投資耶 跟委員報告我們有一個投資委員會 是請了很多民間的人來參與 校友等等 你們的組成是怎樣 他有不同公司的那些重要的 負責投資事務的人 那你滿意嗎 這個成效你滿意嗎 我們這次參加那邊 我們主要都參考他們的意見 兼顧這個風險跟投資收益 清大有齁 清大來 清大這個 我跟清大不認識 所以我社會不敢賣 對你很尊重 清大你覺得你們現在 的投資的報酬率 你們贏台大嗎 報告委員 我們大概現在核定的有8億 實際投入大概5.7億 如果以實際投入的資金的 這個獲利的情況 跟台大剛剛管校長報告的差不多 你還有5.7億喔 來來來來 管校長 我們你現在台大 你現在可以動用的資金有多少 我們現在投資的 金額大約在10多億 你還有十幾億可以投資喔 清大你也找到十幾億 報告委員不是 是核定的是8億 實際投入的是5.7億 那所以你的投資效益呢 你現在抓幾趴 跟剛才管校長報告的差不多 你看看 你們都說賺 那結果你的消耗基金也是還紅衣 也是還紅衣 平科大來 喔這個我最喜歡的平科大 好長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的 自己自仇的都在哪裡來 比較多 呃 我們現在自仇大部分都是 產學合作比較多 我們並沒有去做投資 你們也沒有去投資喔 沒有 啊不然你們現在 你們要增加學校的財源 你們怎麼辦 那主機長 現在大家站在這裡 市長站在這裡 你們就挨我聽了 你們都說你們很厲害 你們會賺錢 都不用政府給你們支持 是要讓你們說 啊不然你們怎麼 平科大我會記得 你們在那裡還要做導遊 是不是 呃那個 人他買股票 你不怎麼說我們要做導遊 我們多可憐 政府不就幫我們支持一下 怎麼對 是 怎麼對 你的導遊一年賺幾三錢 呃我們的醬油已經 既轉出去了 其實我們的商標賺得非常的少 是 所以 有名而已嘛 沒有賺到錢啊 所以啊 本市特別這樣來講 我們那個最東部的啦 台東 台東 你們現在 看起來 就我們台東就只有你們 你們 我們就越偏鄉越不會叫 那是什麼意思 你們錢都很多 我們現在 校務基金大概只有七億多 七億多 但我去年通過就說 準備拿一億五千萬來投資 啊 一億五千萬就對了 是 在場這麼多校長在啊 其實我立法院對所有的校長 都是非常尊重啊 尤其是大學自治啊 但是問題就是說 大家也在想說 怎麼樣讓在大學自治 是在你們這個有限的一個財源底下 可以讓教育班的更好 我要請教一個很嚴肅的一個問題啊 教育部現在 已經在今年開放 允許各大學去調整學雜費 那我請問 主席長先請回 我現在要請問就是說 處長 有幾間校給你們申請調漲 到目前並沒有學校提議 沒有 嗯 再來問龍頭好了管校長 台大有沒有可能去調漲 今年去調漲學雜費 我們學校沒有這樣討論過 沒有這樣的想 一點想法都沒有啦 沒有 啊所以我們現在說 教育部你們去文尊 去各大學去調漲 你認為 次長 我們當初 要文尊去調漲 你最大的一個考量 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怕是 你今天 創作之後 我到的報告你 你又開始說 哪一個學校他說我財務不行了 我要去漲價 漲學費了 包括委員 第一個 那個是依據辦法 必須要每年 就是要公告 這是依據辦法 那第二個 我們今年已經跟學校 其實一開始我們就說 今年我們會審得非常嚴 啊所以呢 所以你認為說 你們跟我們準 這個時候 那好像是 隨便講一講 反正 你講說 允許他們去調漲 反正也沒有學校會來申請調漲 報告委員 說你不會 那是依據辦法 那是依據辦法 我們必須要 必須要 這個它就是一個依據辦法的申請期間 那是我們依據辦法 必須要公佈的事項 但是我們審查的時候 我們都有跟學校說明了 今年我們會審得非常嚴 其實本期今天最主要 要想請教的就是說 你們到底有去想到嗎 今天消育基金其實一攤開 那麼多超過六成都是赤字 教育部這邊你說 除了去監督 它整個消育基金如何去運用 在了這些以外 你有沒有去想到 我們政府多給各大學 多一點點的資源 你們今天有想到這嗎 不要只要跟他們感動而已 不然大家 大家的校長 大家是愛的叫 大家也說他們很散 是報告委員 這是教育部自己要努力的 其實各大學非常需要的是 我們多給他們一些彈性 讓他們不管再推產學 或者是有一些捐款 或者是募款的時候更大彈性 這我們現在正在努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愛的是彈性 來 科技大學 你愛 你真的愛教育部 給你們是彈性而已 還是教育部給你們錢 你很現實 是是 你校長給我做 我會說你教育部給我彈性 我會看你教育部給我 給我一些錢 沒什麼彈性 是不是 那市長在這裡你給我回答 沒關係 我聽你 校委員其實 因為學校很多 事實上 教育部他要照顧所有的學校 那 那個經費是永遠不夠 所以說 讓 學校裡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可以去做發展 好啦 你要這樣說我也沒辦法道理 你要這樣說我也沒辦法道理 我跟你說管校長 講法一定跟你不一樣 請管校長 哦 什麼你教育部給我 教育部給我 教育部給我 校長 教育部都給你錢 好 比較好還是多給你彈性 如果又多又有彈性最好 這款的也問不路你知道嗎 其實我倒認為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校務基金 出現這麼多赤字 我相信各個大學的校長會去做努力 你說台大也好 你說清大也好 都要這個投資 其實我也在這邊建議啦 你們找這些組成 哎呦 我有一個想不到 最后一個問題的主張 台大跟清大他們的 創股票 導致股票 不會掉 你們要先給他靠一拍 會先靠一拍嗎 有沒有 這已經取消了 這已經取消了 已經取消了 所以那個不合理已經取消了 是 應該是取消了 所以啊 我今天看看 有其他的學校的 有的認為說你給他彈性就好 像我們評科大 他就認為說 你要照顧的學校好多 好啊 所以我比較沒關係 慢慢不會有這個循環 要跟教育部多爭取好不好 那 台大這邊認為 你一個彈性可以去做放寬 我們希望我們下次再審 整個消費金的時候 看到每年現出來的送醫 不要再超過六成 都是紅醫 其實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你如果說 這情況你不去做改善的話 你下次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很嚴肅的問題 大學經過幾年會破產的問題 很有少子化的問題 哪怕你錢一直這樣掃 主務官又沒過 這個部分教育部也要去想想辦法 好不好 好 各校長請回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多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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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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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我们在 在前面 我们在 最主要的 感谢观看 如何来做 感谢观看 二十九條 那我們再來會請 就是依據我們現行的 已經有在市立大學作業的方式 我們看市立幾年為一週期 那我們就聘請專業的 會計師來協助 來對這個再做一個加強的 一個查核 但是會計師或集合委員 也是這個學校校方所找的 那如何有第三方的 公正單位能夠去集合 那現在大家就是在問說 包括學生有沒有辦法 可以來參與做集合的成員 這個部分教育部的態度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這個分為內積跟外積 委員剛剛所說的是屬於內積的部分 也就是第七條它是內積部分 我們剛剛所說的管件辦法 二十九條是外積 對 所以我們是以外積來強化 那在學校內部的話 其實我們的建議會是 因為其實校長本身就可以提名學生 其實比較適合的應該是 由學生也來 像成功大學跟國立海洋大學 都有學生代表的參與 所以我們是不是能夠期待 並且要求就是各大學 未來的這個集合委員的成員裡面 也能夠至少有一名的 跟委員報告 可能是管理委員比較適合 因為集合是牽涉到專業 可能集合這方面 還是由專業的集合人員來擔任 因為他們還要受訓練 那個有一定的時速課程 但是管理委員會 因為他指的是對學校到底要怎麼使用這個的整體的一個 這個可能是比較合乎 我們希望讓學生也可以在 所以教育部是不是支持這個部分 讓學生能夠成為這個管理委員會或集合委員會的代表 跟委員報告 管理委員會那邊比較適當一點 所以你們會支持讓學生代表 應該說我們覺得成功大學跟國立海洋大學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那我們會建立大學是一個參達這樣的做法來推廣 那我們也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剛剛也講到這個關於學雜費的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也很關心因為疫情的部分 各大學對於學雜費的調漲或者是調降的態度 那目前知道就6月10號以前會完整的有一個公佈方案 目前是沒有大學要調漲 並沒有大學提出 已經都送進來了嘛 那調降的有嗎 等到6月10號調降的有 中山大學就會調降 只有一個中山大學嗎 就是已經全部各大學都已經把他們的學家費的方案都送進來了嗎 還有沒有送進來 還要到6月10號 這個要到6月10號才知道 所以還沒有全部都送進來 所以有些學校可能還在校內 還插幾所嗎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要等到截止的時候 但是目前所知道的 目前沒有要調漲的 但是只有一所要調降 目前是中山大學 只有中山大學 那我們是請中山大學校長可以 請中山大學的 鄭校長 沒有 鄭校長請 鄭校長 鄭校長 鄭校長好 特別想要表揚你一下 就是為什麼在我們這麼多所大學裡面 只有中山大學可以辦得到說 提出這個調降學雜費的這個方案 那你們預計調降的幅度是多少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這其實是 中山大學是國立大學 那是跟政府是一體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 政府在行政院在整個團隊裡邊對 許多因為武漢疫情的 看到對產業的衝擊 那中山大學也是一個 人才培育的場域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這邊也能夠 所以你們目前的方案是減免3%嗎 為期一年嗎 所以校方預計短收是1600萬嗎 但目前初估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們覺得說並不至於影響到學校的運作 是的 是的 好 那管校長 就是您作為經濟學者也曾經擔任國發會主委 那面對疫情的狀況 台大可能是這個大學的龍頭 那就學雜費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有預計要減收或者是 有什麼樣的一個方案嗎 來減輕學生的負擔或是用獎助學金或其他的方式 跟委員報告 我們學校並沒有針對學費的調整或條件做過任何討論 所以沒有這樣的規劃 所以你們知道目前沒有送出你們的方案嗎 我上任以來我們在學校內增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獎學金 包括在希望入學上面的名額 也包括希望入學的學生的獎學金 就特別是針對文化弱勢 經濟弱勢 社會弱勢的學生提供協助 我想那是可能是更有效的一種方式 我們也提供其他的獎助學金 包括鼓勵他們出國等等 所以關於學渣費的減免或是調整的方案 校方這邊沒有做過任何的討論 所以你們今年的決定是不調整是這樣子嗎 對 所以你們已經送給教育部了 還是還沒送出 沒有調就不用送 沒有調整的不用送出 那有沒有可能考慮調降呢 或是減免 目前沒有 但是因為時間還有 還有時間可以考慮 那既然中山大學的校長在這裡都認為說 基於國立大學的職責 人才的培育等等 他覺得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率先來拋出減免 那我覺得台大是不是也應該能夠來帶頭做 那畢竟說在相關的學校的校務基金或各方面 台大絕對是在各大學裡面是 可以說是最有錢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大是不是也應該有一些示範作用 那我也希望管校長能夠好好的思考 怎麼讓台大可以同時增進我們的這個國際排名之外 另外一方面在我們的學生的獎助學金跟人才的交流 跟合作這個部分能夠更有一些國際化的平台 另外產學合作也是大家很關心的 因為長期來台大的這個教學喔 跟產業界的關聯性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我們認為說電資學院或許有一些產學合作例子 但是在其他不管文學院或其他的學院的產學合作交流 還是相較比較少的 那您在企業界也有相當的人脈 我也希望說就這個部分 能夠讓台大的學生未來在產學合作的交流 能夠更擴大然後更有意義的去促進這個部分的人才培育 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務卿非常大委員之心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各位校長 各位女子先生 大家午安喔 主席幫我請一下這個朱主席長 教育部次長 麻煩是不是可以請兩位校長 鄭大的 鄭大的校長 中山大學的校長 先利用這個機會跟各位校長報告 我跟主席賴斯巴偉我們都從教授出身的 我們對大學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我也認識了很多位大學的校長 以前 當然 以我的年我們兩個的年退休的比較多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其實是想幫學校的忙 尤其我太太現在還在學校教書 這個剛剛一開始今天有幾位委員 主席長就談到這個校務基金 余錯表的編制的方法 其實大家的看法是角度不一樣 但是絕對沒有衝突的了 這個教育部就是我把我的收入 減掉支出嘛 就看看是黑字還是紅字 我們像我昨天看到 哇大部分都是紅字 知道校長們很辛苦了 這個代表我的收入不足嘛 對不對 當然按照這個會計的編制 你絕對是對的了 我太太會計系的教授 我也長期在快研所兼課 所以我是覺得 但是這個裡面可以看出來 現在學校經營的困難 其實你從我的朋友 我的學生在美國教書 在台灣教書的所得 或者在企業界的所得 台灣的老師啊 真的是很辛苦 完全不能完全無法去類比 所以平常講 我常常在各種的場合 就一直希望教育部 多編列預算 或者是把法規啊 給它鬆綁 就像香港現在 如果說香港動盪 有人想說 我們剛好可以趁機 把國際的金融吸引到台北來 我說那不可能的事情 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金融法規 限制的非常非常的多 外國的金融產業 不可能到台灣來 同樣的 如何要去解教育部啊 我們對各個校務基金啊 這種嚴重不足的問題 要如何去 我是覺得 必須得從法規上來去鬆綁 現在在台灣大學的教書的 老師們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做研究的精神 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誘因 對不對啊 巧腹難為五米之吹啊 我今天之所以我請教兩 請兩位校長啊 我純粹從你們的這個 基金的報表裡面來看啊 我看到政大非常的欽佩 政大這個 政大前幾任校長我都非常的熟 這個政大我看 政大今年是剩餘 看一百零八年 剩餘八千萬 欸 校長可不可以交交其他的校長看看 你如何可以做到這點 還是剛好今年的 今年的收入比較多一點 可不可以就教一下 首先當然大家講的尊傑支出是非常重要 那目前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做法是 我沒有任何新蓋校舍的計劃 在這一點上算是 因為每個學校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我看啊公學院 有公學院的學校啊 他的基金的規模都會比較大 公學院這個相當 可能需要機器設備吧等等 這個平常講我 校長對你很欽佩 這個第二個我們請中瞻大舉剛才校長講 我看你們去年的基金啊 還不足啊 一億六千九百萬 那如果說你的學費啊 學大費在下降 那在一百零九年的報表會 你才會顯示的是 比現在好 比一百零八年好 還是會比一百零八年差 我想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關心中山大學的發展 讓容我多一點時間 好 沒問題 中山大學從李煥校長在1969年 1980年民國69年 1980年創校到現在剛好滿40年 那我上任從36到這四年裡邊 事實上我們看到中山大學的一個地理環境的特殊 包括他的許多的建築物 許多的設備 他必須要去做一個階段性的一個更新 包括我們在這一個老師的一個世代交替裡邊 所以我們大概在委員會看到我們在這個財務裡邊 是看起來有一些短處 但是事實上他扣掉這一個折舊 我們事實上還是在財務在維持在一個相對好的一個狀態下 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在人事支出 包括國際化的師資裡邊 我上任的時候才大概十位左右 現在大概有超過30位到40位 也就是說我們在國際化在許多人力的一個支出裡邊 國際化的一個師資 外籍師資這邊是快速在增加 那另外我也做了一個在世代交替裡邊 我們看到我上任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平均的年齡是比較偏長的 那特別在工學院跟海科院裡邊 這個三大五年內裡邊會退休30% 所以我帶有一個因應的一個配套措施就是說 三大五年裡邊要退休的老師 滿65歲要退休的老師 那我希望有一些年輕的老師能夠跟他銜接 希望在這一個資深的教授帶著年輕的老師裡邊 學校的人這個人事會經會裡邊由學校來cover 那這裡邊大概有許多的設備跟人事裡邊 他就會有一個相對的支援 但是我們在整個經濟效益裡邊 他是創造了包括產協合作 從我上任大概四億現在已經超過六億多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整個財務上 都一直在一個疫情的一個管理下管控下 然後能配合效果的一個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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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 不容许这样子 可是学校你的预算不足的话 你想想要 达到好的研究成果 平常讲 我觉得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 所以我是觉得教育部 你是不是从学校出来的 是我是 那你对学校应该会非常的清楚 相对于教育部的官员 我觉得要食人间烟火 如何让老师 愿意去做研究 他愿意到国外去 发表他的论文 我是觉得要给他诱因 就像前两年 我们主管教育部的 这个会计相关的人 那个方法就很不对 我就跟主机长讲 主机长也 折扇处理 我是觉得 这都是帮学校去解决一些问题 我倒是去 这个赤导 我是建议 大胆的 学校的校务基金 支出面 你让他往下降 很难 收入面让他增加 收入面里面 学扎费 你让他增加 我跟你讲 很困难 好吧 那就从别的方式 制造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好吗 我想最后 还有一个事情 跟反映 教育部要多多学习 农委会 交通部 在防疫的时候 要争取预算 我所了解 你们教育部 拨给各个学校 防疫的预算 大概都是各个 用校务基金 或者去院里面 或者是系里面 用他自己的钱 去买什么 去买各种 什么 额温枪 工学院好一点 就可以用那个 去买 买好一点的设备 但是平常讲 教育部 在这方面的预算 对各个学校 给的太少了 我想最后 我今天听到 几位委员问的 今天有三位委员 问到台师大的事 我刚才也打电话 我是觉得很难过 我打电话去问问 台师大的几个老师 今天总共有提到了 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购车的问题 第二个是美术馆 工程延宕的问题 第三个是校长宿舍 我刚才问了一下 第二层第三层 好像是给开放给大家 但是实际上 老师可以使用的次数很少 第四个是教师聘任的方法 师大师培养我们 老师的一个重症 我是觉得不管有没有违法 给人民的感受很重要 我想我在这边也不要你回答了 有我们就赶快去想办法去把它弥补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问问看 为什么需要老师有那么多的反应 谢谢 谢谢 是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下一位请江永昌委员咨询报告文会 还有报告各位练习的校长等等的 那我们惯例 我们就 我们不休息 就一直进行到结束 那便当到你的面前你可以用餐 好不好 那直到有委员请你上来讲话 你就可以上来 否则的话 如果便当到你的面前就可以用 谢谢 来请 教委员请 谢谢主席 教育部次长 刘志冲请 市长 你知道科技部陈良基部长走了吗 是 我所说的是离职啦 我本来讲 人之将走 其言也善 我讲这个走是他离职嘛 他在他的FB贴什么你知道吗 就最近哦 我国人口结构跟高教师的结构比例图 也把日本韩国都放进来了 我们的确是高龄化比较严重 高教师之的高龄化 他还放了我们跟OECD有没有 所有高等教育师之 这里面都是这个专任 不是兼任的 那你也看到这个年龄分布啊 台湾排在这最底下 看起来是最严重的啦 陈良基部长在最后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提出 教育部有什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吧 应该是说因为 而且觉得对策方法 教师结构 最主要是教师结构 他在老化 那的确正好在这个时候会比较 呈现老化的状况 那你新的年轻的进来 你不给他有这个专任助理教授的机会 都是兼任助理教授 那当然啊 当然老化 跟委员报告 那这部分其实因为我们的源额 是在人事总处在控管 所以如果是国立大学的话 那个就是变成是 我们也都有在尽力 跟人事总处在 你说专任的源额 兼任的源额在控管啊 专任 专任是被控管住的 专任在控管嘛 所以就是需要你去突破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你跟我说是少子化 现在大学聘请的这个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人数都要往下减 那又是另外一个解说 可是问题不是嘛 现在是都有在增加嘛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可是一个现象来了 这十年来 我告诉你 我用专任助理教授 这样子来看数据比较快一点 免得说要讲很长 97年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专任助理教授有 一万两千多人 那个时候 兼任助理教授是六千多人 一半 比例啊 107年度你知道 专任助理教授 差不多也是一万两千人 兼任助理教授 增幅百分之八十啊 来到差不多一万一千人啊 差不多啊 你说这是源额控管啊 控管住专任助理教授的 名额造成的现象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改呢 不给大学多一些机会吗 给年轻的试制多一些机会吗 包括委员 这个我们都会 因为总量现在被人事总处那边冻结 我们都尽量在争取 可是 就是他不是 尖叫民来就来怪人事总处是吗 嗯 我们 当然我们自己能够 问题只有他吗 是 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其实是在我们的深耕 还有我们在 特别是深耕的时候 我们深耕的经费就是让学校可以 我们就是鼓励要新聘 那个专任的教授 那另外在 玉山学者 你现在又说鼓励新聘 然后刚刚又说人事总处 对 那你说台湾现在的政方 就是来指责政府对于 年轻的这个 高教师之不重视 都在那边做兼任 而人事总处 你们在这里呼吁了半天 提不出任何具体能够改善 因应的对策跟方法 你是这样讲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个牵涉到政府 狗废火车无用吗 回答 跟委员报告 人事总处那边 我们都一直在尽量的争取 就是对学校尽量能够 希望他们能够放宽在国立大学这边 让他们有比较多的专任教师的源额 那市长回答一下 再呼吁多久会有进度 会放宽 会怎么做 还是要再持续个十年 我刚刚已经把十年来 数据讲给你听了 现在外面怎么批评你们 才不是讲什么人事 行政总处怎么样 批评你们是说 在座的各位大学校长 在讲说 去请助理教授 专任跟兼任 月薪七万 跟一个是要靠那个什么 靠那个终点来计算 实薪七百 人家在讲说 大学是因为省钱而放弃品质 外界是这样的批评 你们能接受吗 在座各位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讲讲看为什么不能接受 能接受讲讲看 跟委员报告 这方面的话 我们都是尽量要提升 这个兼任教师相关的保障 那其实在最近 我们就是先做调薪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相关的那个退休的保障 还有相关的他其他保障 我们都尽量的提升 那我想各个国立大学都在 在配合教育的 你调升什么 兼任教师的终点费吗 你是调升他吗 也就是说 我刚刚第一个 麻烦你们现在就去给我做 兼任助理教授的年龄成分部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 年轻者居多 第二个 有关于兼任助理教授 或是专任助理教授 在学校里面 他要做教学 他要做研究 他要做其他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分量是不是相同 去把它分析出来 大家就明白了 如果一个兼任的 跟一个专任的 在学校里所分配的 这个工作量 是一样多的时候 那用谁的时候 开销比较大比较小 那就落入人家 对你们的省钱的一个批评 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一点 我们就以委员的指示 来做一个分析 然后提供书面报告 因为如果你讲到 要来调兼任的终点费 我是很同意 以价质量 说不定还可以带动 我们对人才待遇的提升 来有效促进于 我们这个大学里面 这些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的 这些整体的 这个提升 这个我是非常赞同 但是你前面那个 也赶快把它做出来 来做一个交代 一阵试听 我接下来要问一下 最近在新北 有一所学校 应该可以直接讲 因为报纸就写得很清楚 叫中华中学 从这个个案 可以看到通案 他想要停办 因为他招生不足 三分之一 财务出状况 问题来了 教育部或 各县市政府教育当局 对于学校要停办 你们有什么游戏规则 包括委员 我们是要 是不是就这一个 我们现在都是以 优先保障学生 跟教师的权益为主 好 我听到保障学生 立刻问题就来了 现在新北市政府 是不准中华中学 停办 他要等到最后一批 学生都毕业了 问题来了 中华中学 但我不愿意说 讲一个个案 因为通案都会用到 他现在叫学生转学 大学入学当中 有繁星 繁星的办法 一年也一万多人 这样的比例也很高 转学生 不是全程 在同一个高中毕业的话 他不能适用繁星 学生的权益被剥夺 你还可以联想到 被迫转学的学生 有的不是因为学校停办 还有可能是在学校被霸凌 或是任何其他 不是出于自己的问题的 这些转学生 那权益怎么保障 是 就像委员所说的 那这部分 只要是针对 有这种退场的学校权益 我们教育部 都会来专案处理 所以他们遇到这部分 所以在繁星当中 会对这些学生做状案处理 就是说他到底要怎样 来衔接繁星这件事情 我们再来专案来处理他 不 但我们回头也要想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他衔接繁星所要用的名额 是原来该学校 而不是去转入到的那个学校 那原来 被转入的学校 他原来也有他的名额的权益 我们在我们的专案里面 就会都会考量这些事情 会纳入吗 对 一定会纳入考量 我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重要 好 我还有一点时间 请台大管校长 两位请回 管校长 校长要跟你请教 有关于台大的 这个绍兴社区 高教创新与社会实验计划 这一个公办都跟计划内容 有包括 产业合作区 产业合作实验区 台北市公共住宅 台大教学研究区域 以及权力变换的一个区域 它的位置进度 不晓得校长掌握多少 据我现在知道 现在还有些住户 还在跟学校在讨论当中 比较少 比较少的住户 非常少 大部分的住户都已经签到市政府安排的那个地方 好 我要这样讲 前面 李世成校长的时候 能够跟居民和解 大多数的居民 我不敢讲说全部 然后而且他去协助 木德 中继宅 中继宅 住宅也要有那个租金 然后以木德的钱 然后居民也出一部分 得到和解 接下来的这个杨半职校长 有没有 他也是能够跟台北市政府 能够跟国产署 中央跟地方的相关的单位 然后跟社区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能够去做公办都更 都非常的努力 接下来就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作为 因为现在问题挑战了 也就是说 招标不顺利 他现在到第三次了 6月4号地上全区 6月18号权力变换区都要截标 可是目前情况苗苗茫茫 不知道校长有什么样的一个 关心或作为 因为租金的补贴 也可能到明年就断催了 居民也希望说 自己多缴一点没关系 跟学校共同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以居住权 为命题的一个首案 第一个案子 也许也是跟台北市政府 那这边 我不要说人家讲 在讲的时候就说现在校长要这个分数 要这个分数 这个评鉴 可是平常的时候并没有去 真实踏实的去关心他 我回应一下 我现在不太确定说他现在招标不顺利的原因 我回去会了解一下 看我们可不可以加速这个进行 好我希望校长在这方面 前面几位校长都尽力努力了 我们都会照着前面校长规划的步骤进行 好相关的问题跟台北市政府怎么样 多多去沟通联络 好来把这个处理 掌握这件事情 好 好谢谢 下回请邱显之文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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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请沈记长 沈记长 陈沈记长 陈沈记长 委员好 申记长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些採购的案件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我想先请教沈记长 就是说 採购法48条 他规定说三间以上的合格厂商投标 那他就应该依照 招标文件锁定时间开标 那如果是第一边的开标 未满三家而流标的话 第二次的招标时间可以缩短 然后不受前向三家厂商的限制 我想请教沈记长 那为什么他要三家以上 他的目的是怎么样 我就因为这个是尽量 让更多的厂商来达到公平 对 不要让他招标嘛 对对 不要让他一间 然后就来标 就像是跟厂商说好 对对 好 那我想请教 你敢有这个经验 机查的过程之中 因为我知道你都很认真在机查 那政府采购的 这个机核缺失的案例 你敢有发现说 有的情形是说 不一样的机关 都不一样的机关 然后刚好 以相近的价格 绝标 而且 它是同一个商品 然后 整头到尾 只有一间而已 这么多的机关 只有一间而已 有这种状况吗 照讲没有让我明确 但是有 我们自我都会发现 所以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 是有问题的嘛 依劣经验 对 像这我们会加强查尔 OK 好 我现在给你报告 你看看 台湾现在目前 电动汽车的厂牌 台湾的型号 有很多经啦 但是主要有可能 有日上的这个立府 这百五万差不多 起跳了 还有一个特斯拉 就是仔细 大家也有在说 大概有这两经 一千里还有百经就对了 就是说不仅仅这经 但是你看 2019年9月19号以前 共同供应契约理院 台湾的共同供应契约理院 有立府可以选择嘛 但是 不知道是怎样 不知道为什么 在2019年9月19号之后呢 他就为共同契约 共同契约理院里面 把它移除了就对 OK 但是移除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他价价啦 国机关 开始在买这个特斯拉 国陆部的 国防大学 台师大 然后 国防部空军司令部 丁丁 有这么多经 都只买 买这台就对了 而且 省医长你看一下 刚好都是一家投标 然后呢 第一件 招标的时候就只有一家而已 所以依照 这个政府采购法 48条都会留标 第二次 哦 绝标 所以 有这么多 然后就是只有一家 那你觉得这个状况 就是我刚刚讲的 会不会刚好这么凑巧 然后感觉商品 只有一间厂商 这个 来投标 我要够一个方式 第一次都一定要留标 第二次要绝标 省医长你觉得这个 有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有了解 为什么那个 前面你刚刚提的那一家 为什么要下架 大概啊 这间啦 他们 他们是说他的那个有一些 充电器 那个充电器 他们有一些 好 没关系 但是这还有很多间嘛 这问题是说 这个下架之后 机关开始在买的时候 奇怪 为什么 都只有一间在标 哦 招标的金额 和绝标的金额 哦 都这么近 啊你看一下 来 那那个可不可以请一下 台师大的校长 哦 台师大他这间 哦 你看看他这也是谁 哦 校长要买这个特斯拉嘛 为了节能减碳嘛 哦 那上面就写说 哎 那环保车款这么多啊 那为什么要只是买这一家 哦 那校长 那为什么要买 这个特斯拉 理由是什么 还是说 因为这个是 公务用车 对啊 我知道公务用车啊 他比较宽一点 对 就比起立 他是比较宽 所以你这是公开招标嘛 不是说政府公共共共同契约嘛 对不对 是 你是公共契约 好 是 那你的说法是说啦 厚 利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是因为 之前有这个潜力嘛 对不对 是 那你看一下 前面有四个例子 你参考哪一例 你参考哪一例 因为这是总务处要承办 但是我想应该他们都有参考 好 那你不知道你参考哪一例 就是说总之就是参考这四例其中一例啦 是 对不对 好 沈理长我再问一下 你去看看 中部啊 国防大学 国防部军备局 空军总部 好 那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 国防部给我们的资料 好 竟然啊 在劳务的采购计划清单哦 里面就什么 厂商 特斯拉 啊 型号 哦 请问这样其他人怎么标 沈理长你觉得这有没有问题 国防部军备局 你要不要有意思嘛 在采购计划清单里面就这样写 主名 对啊 对 对啊 这样有其他人可以符合 对 一般都 就是特斯拉 这就是白标了嘛 做明显的啊 那你觉得这有没有问题 应该不要 合一上的一个 这上面 采购计划清单里面 他就已经这样写了嘛 对 对吧 那台师大 校长 那你们是来参考国防部军备局吗 还是你参考哪一家 你说依照潜力啊 潜力人家都已经绑好了啊 对不对 你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进来啊 而且你自己看一下嘛 你这个台湾师范大学招标金的159万 第一次招标留标 当然留标因为只有一家怎么会不留标 那第二次就绝标了嘛 那就一家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校长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 我就搞不懂啊 政府采购法48条 不是应该要公开招标的话 要很多人来 来标 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啊 那我们也都是依照程序在处理 好 那你再看一下啦 我就觉得 沈县长 你再看一下 我就是要给你了解啦 因为你专家 我来说到这样 你就已经了解了嘛 招标金额 投标金额 绝标金额 底价金额 对吧 这就神奇啊 第一个问题 招标金额跟投标金额 为什么这么接近 还有差4块钱的 沈县长 那这样有没有问题 大概是这样啦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 预算编 对 大概159万 对 所以啊 产商推出来 没有啦 这有149万 广播电讯发展士啊 有宪兵指挥部啊 然后空军事运部 161万啊 这个可能是 对 那个 这怎么回事 不是特殊拉的啦 没有啦 这都是啦 这都是啦 全部都是啦 不然我拿给你看看嘛 那我问你嘛 底价金额 像师大开架底价金额 厂商会知道吗 第一个 我们机关 我们有个招标金额嘛 要保密哦 第一个要保密嘛 对不 好 你看一下 这个电讯啦 这个 这个 师大这一件 你看他底价金额多少 158 投标金额多少 158 9千块 差9千块 非常厉害啊 厂商几乎这样列出来 厂商几乎拆出了 你的底价 还有差4块钱的 你看一下 宪兵指挥部 宪兵指挥部 318 5746嘛 底价多少 318 5196 投标金额 厂商来投标多少 318 5200 差4口赢 省警长你不觉得这很怪吗 他竟然可以知道 差点命中 还有全部命中的哦 还有全部命中的 这怎么回事 请大家关了 我们了解啦 省警长去 对啊 你去了解好不好 去了解 我们主席应该也非常清楚啊 官部军备局哦 他的投标金额159 0000 底价金额一模一样 全部命中 这到底 因为有跟厂商说好事吗 不然怎样 同一间 然后 你的底价金额 刚刚陈局长讲的 你都要保密哦 结果 竟然都被厂商命中 因为这个 电动车啊 对 市场上 陈局长这个 你就回去 不只这一家嘛 什么 跟 跟 报告一下好不好 对 好 就等你 好 谢谢 好 你了解写个报告 要戴起来啦 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各位我们报告一下 所以请中嘉宾 谢谢主席 好 主席在场楼和jen宙进 列席的政府计划少要官员 会产工作伙伴 各位大学院的校长 還有記者名利林先生 有請我們沈記長 主記長 劉次長 不好意思有勞三位 主記長好 沈記長好 跟劉次長好 來 全力分立 記憶和要獨立 我們來看一下 請教一下沈記長 憲法第104條 沈記長有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任命制 對不對 105條說 沈記長應該 與行政院提出決戰 三個月內 依法完成審核 提出審核 報告於立法院 所以沈記長是 於行政院外 獨立行使職權的嗎 是不是這樣 是的 跟主記長不一樣嘛 好 那再來請問沈記長 制度設計上 為什麼將審計單位 設計於監察院的原因 是什麼 超然獨立 超然獨立 好 那如果是行政機關 內部的審核 會有什麼樣的弊端 自己花錢 自己集合 不是由沈記長來 審計室來 集合到什麼弊端 因為 這個會比較 因為 還有 因為 有一些是要 還要 內部審核 是讓他整個助理 那個公共 他的那個 效務助理 但是要外部審核嗎 機關助理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加 外部助理 外部監督 兩個 一起搭配 所以你認為 集合單位 應該是外部來審核 比較好嗎 集合單位 因為現在也在推行 內部集合 因為自己 知道自己 問題 比較多 好 來我請一下 主記長 主記長 你們今天提出我的報告 今天的題目是 國立大學 校務基金 執行狀況 與績效 評比 但是呢 您很 乾脆的 在第四頁寫出 這個本院 現在5月22號的時候 通過決議略以說 各國立大學的 校務基金運作 設置條例 相關辦法 已有內外控的機制 為為了強化 建請 不是請 請教育部 盡速研議 修正校務基金 集合人員 或集合單位 去設置 運作等規範 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請教育部要幹嘛 欸 這個是因為 這是我們大學 法人以後 讓他自治 而且根據那個 所謂的相關的一個規定 大學應該自己 做一個內部的一個管理 好 那請問 劉市長 你們有得到 主席出這個建議了 你們會怎麼做 報告委員 目前 如果以教育部 自己的話 當然 他分成兩個 在設置條例 我們非常支持委員 上個會期 在教育會所提出的 對第七條的修正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校務基金 在民國八十八年 大學預算直接是 決定的校園營運 我進大學那一年 剛好 台大是孫政校長 經費二十九億 被砍了十億 只剩十九億 不了了 在座的國立大學校長 如果你的學校有這種情況 你還活得下去嗎 結果那一年呢 男生宿舍的熱熱水 一個星期只能供應半小時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八十三年 就念了大學法 八十五年 事辦校務基金 八十八年 正式實施 各大學的財務自主 然後呢這些財源包括捐贈收入啦 這個場地設備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建交合作收入 都可以由大學設立校務基金 自己來管理 有沒有比較好 次長那時候你應該也能念大學啦 現在就教育部的立場來講 這樣子是不是對學校 比較大學可以自主 當然如果大學在製籌收入 也的確他們會有比較大的彈性 在一個教育方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兩個委員會 一個是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有點像行政院編列預算執行 過去呢 一個經費集合委員會 事前討論事後監督 有點像立法院跟審計部 事前討論審議事後監督 那第二層級是校外 校外的話 各校自訂收支辦法 教育部呢 有透過主計單位 審計單位做外部監督 所以校內的管理基督 就像我們中央政府一樣 有個權力分立 基金管理委員會 向行政院 經費集合委員會 向立法院跟審計部 好 而且呢 執行預算之後呢 他提出審計報告 類似這樣子 次長你覺得是不是像這樣子 是這樣 沒錯吧 好 104年改制之後呢 這個經費集合不見了 現在呢 聘請專業的會計師跟集合人員 而且呢 是設置在校長室底下 廢止了經費集合委員會 隸屬於校長 打破了權力分立 次長 我問審計長 你覺得 站在你審議的角度 打破了權力分立會產生什麼樣問題 好啦 很難回答 因為這麼多國立大學校長 有的有設校長是 隸屬校長底下的經費集合 專人委員會員 有的沒有 好 那麼就請你呢 跟教育部合作 將104年改制前後 校務基金的運用的效率執行跟績效 今天的報告我覺得還不夠 應該比較104次前 有獨立的經費集合委員會 跟沒有獨立的經費集合委員會來做比較 審議長可以嗎 好 可以啊 好 那我繼續下來 剛剛已經秀過了這個通過決議 這地方的決議 審議主議長呢也給教育部建議了 請你們要這樣檢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過去有哪些例子 往下 過去呢 我在上一屆有提出一個版本 剛剛謝謝劉次長也說 支持未來呢 應該將經費集合委員會呢 獨立出來 比如說是由校務會議同意 或是向校務會議負責 對不對 次長是不是這樣 就是上個會期 上個會期的 現在這一屆呢 剛剛實力有提出的第四頁版本 它是要恢復成立一個 它叫做財政財務管理委員會 好 最後呢 結論來了 在5月27號 5月27號的時候 就是今天啦 你們剛剛講嘛 你們支持刪除 校務集合人員 專人人員或兼任人員 隸屬於校長的規定嗎 你們支持嗎 對 我們支持委員所提出的這個版本 好 最後 那是否同意恢復設立民國88年 那時候的經費集合委員會呢 這一點我們可能會比較保留一點 跟國立大學討論一下好不好 是 那因為進行不連續 本屆我們要是不是要遞出 一個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的修正案 有沒有提出來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就會提出來 那次長你可能需要你們會計處長的幫忙 現在48所國立大學 有哪些它的根據第七條 第一款是專任的集合人員 第二款是兼任的集合人員 有哪些是設置在隸屬校長的 有哪些是由校會議任命的 知不知道 我們有盤點過 有哪告訴我 相關的數字是不是可以 趕快說明一下 來 市長 朱市長趕快一下 時間有限 不是全部的大學都是設立在隸屬校等的專任集合人員嗎 對不對 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我們上次是有盤點過一次 對 結論是什麼 有部分沒有 有部分沒有 有部分有 這就夠了 來 我們告訴你最後的情況 所以我們教育部有定了一個 校務基金管理的監督辦法 這是辦法教育部定的 當時我們希望說我們修法的時候 希望學生代表能夠放進去 我希望教育部考慮一下 這個辦法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你們至少可以 管理委員會是任務之需要 如果是涉及到學生事務的 也讓學生可以參與好不好 是 就像委員所說 管件辦法我們會回去檢討 好 可以 第二個 現在呢 集合人員或集合單位 目前呢 他要提出一個 他要提出一個什麼 集合計畫 這個計畫呢 要經過校長同意啊 有的學校的集合人員 是由校長 隸屬於校長的 當然要校長同意 有的學校 不是隸屬於校長的 你還要他 集合計畫由校長同意 這很奇怪啊 他不是要獨立超然嗎 我們往下看 所以呢 我希望說 你們這裡的年度集合計畫 這是規定在我們的 原來的設置條例第八條 第八條的母馬 只有說要提出 集合計畫 提出集合報告 沒有說集合計畫 要先經過校長同意 教育部知不知道 我們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回去會檢討調整 好 所以呢你們的執法呢 就要修改 請你們在母馬沒有規定之前 你們將執法 不要說集合計畫 要先經過校長同意 因為有的 學校的集合人員 不是隸屬校長的 現況上 可以改嗎 可以 好 這個監督辦法 同意 改成校圍啦 好最後 結論 行政監督應全力分立 加入進度提出修法計畫 將學生代表 跟提高 專業集合人員的 獨立性 那在修法之際呢 先修改你們的監督管理 管理監督辦法 將學生可以參與 部分有關學生事務的經費 以及 集合計畫 不必然要經過校長同意 可以答應嗎 是我們會積極努力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先為請鄭天才委員指示 好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教育部 教育部的劉次長請 次長好 辛苦了 所有的校長也辛苦了 所有的官員 這個 原住民生血的保障的規定 本席從這個第一屆 當立委開始 就第八屆 就開始一直質詢協調 所以在102年的8月19號 特別修正 能夠從2%調高 5% 我在今年的4月 又再次的質詢 針對109 學年度 現在有沒有一個協調的一個結果 我們已經把這個原民會的建立 我們已經把這個原民會的建立 就轉給那個大學的這個 應該是招聯會這邊 考分會 我們已經轉給考分會了 所以你們還要協調嗎 對不對 對 應該就是一定要做的 哪些科系 哪些類科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我 我們就是參考原民會的 對啊 再提供給我 那我們是不是再把書面報告提供給委員 好 謝謝 好 這個 這是 這個 昨天的晚報 特別提到這個教團 這個提到說 這個在 蘇省口試委員的爆料 招生考量 考生戶籍地 家長的職業 這個是事實嗎 跟委員報告 這位教師他去年 就是去年也出來爆料 所以我們因此來特別組成專案小組 去學校 還有去 就跟這個老師進行反視 可是當時這個老師又完全否認說 他說過這件事情 那這個相關的專案的報告都在我們那裡 如果委員需要的話 我們隨時可以提供給委員 我們有這件事情的專案報告 但是那個老師自己在我們去做 去年的事情 對 已經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這個老師就是又把去年他講過的話 又拿出來講 對 我們去做專案調查 所以他就否認 所以沒有這個事是 那個老師自己否認 然後他今年又跑出來說有 因為如果確實要考量戶籍地 家長職業 對 這個是絕對不一樣 第一個受害的就是我們原住民 是 那其實我們有跟學校也有說 如果學校這樣情形 我們就會一定會處理 最好是沒有 確實沒有 是 也其免所有的大學 不要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好 這個 我們 最近 花蓮 這個一個新聞 這個是 我們 事實上這個學校 距離我的花蓮的服務處 非常的近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這個 這個為了身心障礙的學生 特別設立的一個學校 但是很遺憾的 這個 我們的家長 還有師生 對這個 對這個校長 有很多的不滿 所以特別 到這個學校 來抗議 這個 這裡面 很重要的其中一點 這個花蓮 這個花蓮的這個校 這個校長 特別要特教生 做防疫手工照 送給這個 這個 蔡總統 陳時中部長 當然 還包含了這個 其實 如果按照這個 名單我沒有放 裡面 這個 院長 副院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都有 副總統也有 很多的政務委員也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好 這個 你們也過去 也有接到一些陳情 所以你們有請這個校長 強制休假 兩個禮拜接受調查 如果我們從這個 這些報導 其實我 我過去說到的 一些陳情是 老師 行政人員 老師 行政人員 對這些 這個校長 常常言以霸凌 那因為是老師 校長 是學生 不是 是行政人員 還有是老師 所以我就認為說 這個部分 大家溝通好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是家長 家長出來指控 而且是針對 用這個手工 用特教生做為 做為給 要送給這些長官 做為他送禮的 把特教生當成同工 就非常就非常不好 也才會引出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抗議 所以這個部分 請問一下 這個次長 你們調查了這麼久 結果呢 跟委員報告 那個 就我所知 這個 部長在這禮拜 就已經指示學特師 跟國教師 要 要禁速而且要嚴正處理 那目前應該是已經 禮拜一開放 禮拜一 那是不是具體的結果 具體的結果 具體結果的話是 校長的部分 有關校長的部分嗎 禮拜一已經先開完會議 那應該會對校長做處置嗎 對校長會進行一個處置 是不是 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我們目前已經做好處置 再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可以嗎 因為 這個 尤其是這種身心障礙的 特教生 特教生 那這個 要有更高的標準 要有更高的標準 是不是因為他 從北部這邊資深 跑到花蓮了 比較遠 這個 精神各方面受到影響 就很簡單的做法 就調理嘛 也不要什麼懲處 我那個 我不是 那是你們的決定 你們的決定 但是就 花蓮 這些特教生的家長而言 他們希望就是調理 就調理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報告 下一位請 洪門凱委員質詢 請 主席謝謝 麻煩請我們教育部劉次長 劉次長請 委員好 好 市長好 市長本來我是想說 部長如果有來的話 也要當面詢問一下部長 因為今天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新聞 台中市居然有學校發函給家長說畢業典禮的時候 就是拒絕家長出席啊 那當然今天在台中市這邊也引起了議會的一個質詢 那我們知道是說接下來六月其實就很多的學校都在辦畢業典禮啊 我們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在關心 那當然全國還是要有一個統一的一致標準 到底目前教育部對於畢業典禮 不管學生或家長的一個出席狀況 我們做什麼樣的規劃 是不是市長這邊可以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教育部對這個應該是有已經很明確的一個規範建立給各個學校 那其實我們的要求只是說實名制 也就是按照指揮中心的要求 就是你進去要實名制就可以了 畢業典禮進去實名制 但是不一定限畢業生的家長 也沒有限他的人數 比如有些家長可能爸爸媽媽甚至爺爺奶奶如果有在也都歡迎他們參加 跟委員報告我們給學校的文 我們會後再提供給委員 但是那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只要符合那規範就不限人數 全國適用嘛 全國適用 好所以畢業典禮是全國適用 我想今天我們在正式的跟告訴所有的學校 也都已經有發函告訴所有各縣市嘛對不對 所以也請各縣市都要統一遵守 那一樣另外除了畢業典禮以外 畢業旅行也是大家都很關注的 因為學生現在可能大家也都期待 說一生一次畢業旅行跟同學一起出遊的一個機會嘛 畢業典禮跟畢業旅行最大的不同在於是畢業旅行 它可能還涉及到說要招標 如果說有些學校它可能比較這個學校來招標的話 可能還要招標場商來投標等等的部分 我們目前教育部對於全國的 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畢業旅行 有沒有相關的一個規定跟規劃 我已經也發文出去了 就是只要遵守 就是它交通部它有相關的規範 我們的指示區強檢就只要遵守 交通部還是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然後交 對指揮中心但是交通部會有一個參考 我記得是它有一個相關的參考的類似的準則 所以也是現在 好所以也是現在沒有強制禁止不行畢業旅行 沒有任何的禁止 對可是現在本席剛剛在上來之前還特別上網查了一下新聞 最近最新的一個新聞是畢業旅行是前兩天 它還講到是說解封的節奏各縣市各吹各的調 意思就是說這個解封啊就不管是畢業旅行也好 當然它那個新聞裡面包含的是說直轄市的這個酒店舞廳 以及它那個新聞裡面包含畢業旅行啊 那我們想說既然教育部什麼時候發文給各縣市 為什麼各縣市好像還是目前節奏解封的節奏 還是各縣市自己去判斷嗎 跟委員報告我們是5月22發出這個文 5月22就發出 那就是上個禮拜就發了 對那我們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說的是說因為疫情趨緩 所以只要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性生活運動 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它規劃都可以去規劃校外教學跟畢業旅行 還有戶外教育只是我們只是說需要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發布的相關指引辦理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想大家可能各縣市的學校也好 或說本席所在的選區其實也都有這個家長或是學生也都持續有在詢問跟關心啊 我覺得這一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是不是教育部這邊還是一樣要求各縣市的教育局 他們統一的依照教育部的這個規定來做辦理 而不是讓他們好像媒體呈現的效果還是覺得說各縣市各催各的調 我覺得這樣子會反而會讓人家覺得是說啊我現在台北市我現在新北市怎麼好像都有不同 尤其是大家現在看到我們連陳時中部長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也都各縣市開始去做這個旅遊 這個踏點或者是說這個最強業配 那沒有道理陳時中部長可以這樣走 那我們各學生沒有辦法去畢業旅行嘛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教育部可以怎麼樣再跟各縣市教育局來做加強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我們是不是請國教育回去再跟各縣市再確認一次 好 謝謝 因為談很久就出去了 我們再確認一次目前的情況 那目前市長我再跟你請教喔 因為今年的這個關係當然最近這幾年可能 陸生來台唸書的人數已經有逐年的降低啊 那也影響到我們私立大學有一些相關大學的一個財務收入喔 那今年更是有媒體報導講是說我們高教的災損 有可能會高達80億元啊 台灣的大學生的短缺嚴重 大專院校出現倒閉潮 我們可不可以請教當然可能現在在座的是國立大學的校長啊 可能相對來講這個影響沒有那麼大 可是還是一樣啊 不管教育部在教育部的立場 不管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 有沒有注意到說現在這個陸生的一個短缺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樣有用政策工具來幫助大專院校 跟委員報告 那因為他現在進的是新的陸生的招生 所以既有的陸生他也是在 那這部分大概一年的我們預估 一年目前影響大概800人 800人 對800人 那我們還是希望 當然一方面我們也是先表達我們的態度 我們完全是歡迎陸生繼續來我們這邊就讀 那我們也會 但是我們還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會來支持我們的學校 更積極的往其他的不同的聲援來開拓 往其他地方開拓嗎 比如說包括說蔡英文政府上一任以上任的時候 就有所謂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就是我們現在都非常重視 但是我們現在講是說新南向在108年的時候 已經到五萬九千多人 算是歷年新高 是的 可是中間最近也有看到很多的新聞 包括是說這個學生來 反而變成是非法黑工的爭議弊端 我們教育部這邊又有什麼樣的一個防治的作為 因為他們進來有非常多 有好幾個不同的管道 那主要發生問題是在某一個管道 也就是產學專班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把這方面做一個強烈的導政 那接下來我們會 有沒有統計的數據在教育部這邊掌握 呃 委員 譬如說我指的是說就是五萬九千多人嘛 那你之前有講是說這產學專班的部分 是 那我們是不是再會後我們會提供 會後再請提供資料給本期辦公室 幫好我們的處置的措施 謝謝 會後再提供資料給我們相關委員 謝謝 下一位請發员委員之前 請 還是請主席請那個劉次長 劉次長 劉次長請 剛剛已經有人談到的就是 對學生的參與的一個 希望能夠納入參與啊 那剛剛一次中嘉賓委員就有提到了 那您也有承諾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教育部也會提出就是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的相關的一個草案 希望能夠提前部署啊 特別是在規劃運用的時候 要納入學生代表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就是 城大海大都已經有一些不錯的例子嘛 那我自己在耶魯大學念博士班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學校 因為校務基金甚至對私立大學都非常重要 他們也都會對基金 是不是能夠符合大學的核心價值表達意見 那我想潘部長跟您都長期支持學生的參與 那希望能夠提前部署 那這部分因為剛剛中委員講過了 您也有回應了 我就再強調一次 那今天想問的是另外一題啊 就是這兩天的新聞 不知道那個次長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這個議題我持續有跟國教署在溝通 就是有陳情人跟我反映 他們是台北市國小的家長 那因為國小的課後社團 其實也是學校在辦的 並不是像大學是由學生主動的 那教材使用簡體字 而且這個使用簡體字的問題 還不只是使用簡體字 我最不是看到的就是 有什麼撲克牌卡啦 然後空氣泡啊 這些自然科學的部分 有些簡體字甚至我可能還都不一定能夠認得了 那還有個問題就是跟國家認同有關的 裡面這家主要的利漢科學 據我們的了解 它其實在台北市新北市包了非常多 可是我們一直要不到實質的數據 那有影響力的一家就是公司 它在介紹教科書裡面 這個所謂的教材裡面 把台灣納入了中國 而且這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的秋海棠 而是老母雞 那次長你可以看到我這邊附上的圖 就是這裡面的家長提供的教材 我們給他的 而且還介紹裡面還講了一堆中國的高官 然後還直接就講就是中國 誇號台灣香港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還滿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再加上簡體字 那感謝國教署有積極回應 本辦就去詢問國教署的時候 5月19號國教署就有釐清 這其實是依照地方自治法 那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都有訂這個課後社團實施要點 那教育部也看到問題 所以呢國教署是說未來會新增 因為這不只是課後社團 也包含晨光時間 雖然有老師在 可是都有教材內容 超出了我們的課綱的範圍 甚至違反信義平等教育法 那這邊這個問題又是新的問題 那國教署已經說未來會新增 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協助教學活動的注意事項 我覺得這是好的 但是我也要反映一下就是 各縣市這個部分給我們的回應 我們非常的不滿意 那因為其實就 如果那個自治條例發揮笑點 就是台北市的國民小學 課外社團作業要點的話 這個社團是由校長要召集 就是一些委員來做審查 包含審查他的教學計畫 師資器材教材的選購 所以這的確是地方縣市的教育局 然後他授權給校長的 那可是各縣市作業要點不一 然後台北市教育局這次明顯監督失職 為什麼我說台北市教育局明顯監督失職 明明白白我們拿到的教材就是這樣 可是台北市教育局 他回覆給你們國教署的函就是說 本市學校驚洽參加社團 指家長了解課程 這個課程都有教師作為負責的老師 就就把責任丟給家長 然後說這都是實務解說 沒有動動手操作 完全沒有教材 然後迴避道具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台北市教育局 監督失職的部分 中央應該要有明確的指導吧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說 次長可以回去反映一下 國教署他們預備要增加的這個東西 那在本辦的強力溝通下說 你要有懲罰的條例 已經列入說違反者列入 中央補助地方教育經費的參考 那就是已經加上這個部分 可是這在前一波 針對晨光時間的時候 我們跟國教署溝通的結果 可是現在問題更大了 現在海北市教育局 他不查然後查了之後還把責任推給家長 也沒有針對那些校長沒有好好的監督 然後回跟我們說 沒有道具他們都是實作沒有教材 好像是本辦在說謊一樣 我覺得台北市教育局這樣子 嚴重的有問題 但是中央現在有沒有辦法 有更明確的指導 它違反教育部的公報 還有12年國教裡面要求 要有國家認同跟國際的理解 那請正次可以回應一下嗎 是 這個我們的國教署 就像委員所說的 5月19日我們有寒請他們兩個回覆 那 其實台北市如果是致電了解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是有明確的說 他們其實學校應該要更落實 其實這不能推給家長 對 因為學校一定對於師資 對於教材 還有對於教師隨班 他有三層的責任 對 那這部分如果說在這部分有一定的問題的話 要怎麼處理 我是不是 就我回去 會跟部長報告 那我請國教署提一個 完成的報告 再給委員做這件事的後續處理 好 那謝謝您喔 那我最後給那個正次看一下 謝謝你們積極回應喔 這是另外一個國小 但我孤影他的學校 這個力漢科學社團 他有要教材費用 所以 台北市教育局明顯的就跟我們說謊 他就是校長說謊 誰說謊 說沒有教材這件事 這邊我們都有得到實質的 而且是不同學校 所以他可能在台北市 但是也可能在新北其他地方 希望教育部可以 嚴肅的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一個月內 可以針對這個力漢科學這個社團喔 就是 是不是 他的教材有違反我們的 不管是正體制 或者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好 給我們一個檢討報告好嗎 所以我們就請國教署 加速辦理給委員一個檢討報告 好 謝謝您 謝謝鄭次 謝謝鄧委員的諮詢 下一位請 林立華委員諮詢 請 鄭次好 還有我們教育部還有我們各位大學校長 大家好 因為今天當然最主要本來是講這個 效務基金績效 那我剛剛看到其實也很多委員都問過 那因為我們今天不是本委員會 我是在教文 但今天是財政牌的 所以想說我就 來關心一下 我一直非常關心大學紓困的問題 從一開始留證詞感很清楚 我們一開始從紓困1.0 教育部只拿到5.5億 而且裡面基本上是沒有紓困 全部都是以防疫為出發 可是在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已經接到大學來反應 其實大學是需要紓困的 不管是針對境外生的減少 或者不能進來 或說包括他可能一些增加效務基金 的一些餐廳等等權利金的減少 或甚至呢他可能因為有整個把外面的這個 租下來當作學生宿舍 太多太多的問題狀況 所以後來呢我們也持續的一直在關心 所以在最近一次我跟您的部分是在4月13號 質詢有提到說希望能夠在移緩季集4億元嘛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看到已經我那天問了部長 4億元很快的全部都用完了 全部都用完 往下跳那個畫面對 看到我先第一個我在 所以紓困2.0的社區我就做了一個主決議啊 就是呢希望能夠來對學校做紓困 這部分當然境外生有包括大學 可能有些部分的高中職喔 那另外臨時提案的部分是在 就在上個禮拜 我有提到的就是應該是上禮拜4 5月21號 也提到了呢4億元很快就用完 所以希望在這個學期我們可以再匡列2億元 作為第二波的高等教育的紓困之用 那這個部分那時候算是有經過委員的支持也通過 只是您那時候說不要寫明2億元喔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錢把它劃掉 但是我們在隔一天的就是媒體報導啊 就提到說教育部會有2億元的第二波紓困金 所以請問2億元是正確的嗎 市長可以回答一下嗎 是的 我們目前的紓困2.0有這針對學校在外的 在外的那一種根餅間租宿舍 那邊大概是5千萬 那另一方面是廠出 廠出方面大概也大概是1.5億 所以2億是對的 如果2億是對的當初我寫2億 你們猜得太神準了嗎 所以要把數字刪掉 因為隔天報紙就出來就2億啊 那那天會寫2億還給我刪掉 這什麼意思啊 那這樣什麼意思 還說可能更多 那我要求更多啊 那邊部長說 有可能不只2億有可能更多 那我就要求更多 要不然我前一天就寫2億 你們還說數字還沒確定 隔天出來就2億了嘛 是不是被我猜太準了 所以你們覺得怪怪的嗎 公委報告 這邊還是看學校的實際申請金額 那最後就是一個5千萬 所以意思說可以超過2億喔 現在2億包括哪些 我想今天也讓大學校知道一下 2億包括哪些 數字我們請高教師長 好來說明 我想今天校長們都來 你再來2億紓困 是要幫助大學什麼 先讓他們了解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申請 跟委員報告 第二波的紓困的對象 是針對 國立大學他有減收一些 在校園內委外 或BOT的廠商的廠租 那我們提供 最高可以到6個月 至少20%的 20%到50%左右的一個減免的 一個補貼的額度 那第二個項目是針對 學校如果有在校外租民間的宿舍 然後作為境外生或國內生 就剛剛說那個狀況 對那產生的收支的差額 我們也補助 那這兩項經費 預估是2億元 但實際上的支用 還是要看學校來申請的狀況 好那學校哪時候可以開始申請 我們是在5月22號已經正式發文給學校 5月22號已經發文 在6月8號之前受理學校結束 6月8號之前受理 就是7月上旬合乎 7月上旬合乎 所以可以最長到6個月 對 最高可以到6個月 好 謝謝 那我真的也要再次拜託 因為我也提到 那天也跟部長講了 就是因為這到這個崛起 可是呢 剛才次長你也非常的強硬說 因為現在整個疫情 我必須說 的確很多人的家庭 中央也受到影響 所以今年對漲學費來講 的確大家可能都有共識 覺得比較不適當 但是如果已經不讓大學 有隨學費上的檢討空間的時候 那當然再來你也要繼續支持它 所以呢 立法院是非常在這個部分 我們還紓困特別預算 甚至還開了天花板 所以我希望在3.0的部分 3.0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可以針對再下一個許年度 再一步能夠提早有方案 那我一定會持續來監督 所以紓困3.0會繼續吧 是 只要有需要 我們有紓困3.0 有需要 可以喔 好 那我們就請 大家可以多反應 大家再來需要怎麼樣子的一個 學校的支持 另外我想最後問一下 就是有關於現在因為那個 港版的國安法的事情 剛剛有委員在關心喔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 海外聯合招生已經結束嘛 是 有沒有可能再重新就比照那時候 這個所謂的反送中的時候 我希望 因為現在就是重新給學校 能夠更多名額讓他們去讀招 而且我希望不是只有轉學 就是現在高中畢業生大學的 我們也一樣可以給他們現在 再開放招生可不可以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時候在反送中那個時期 我們就是有做到這一點 對 所以我現在 這次 這次我在講 不用再評估什麼狀況 以中國共產黨 他說要過不可能不過的啦 一定會過嘛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們打算要做什麼 既然要支持 我覺得就讓這個事情就做嘛 所以你們在這邊就說 其實這個部分 學校是來進行獨招 就算之前他的海聯會 可能也沒有是獨招的學生 現在也一樣如果他想要收 是可以開放他來收的 可以嗎 可以 另外的話大家還有一個就是 在港的台灣學生 本來我們開放也是直到5月15號 我也希望這部分也能夠再延長 好 我們檢討 我們則來檢討 就是希望不管是對港生 能夠來台灣念書 以及台灣學生在香港念書的 都讓他們能夠有機會 讓大學重新的 在獨招的部分 讓更多的港生 如果願意來台灣念書 我們給他全力的支持 沒有問題吧 我也很願意做這件事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位請劉士幫委員 質詢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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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一下 劉次長 劉次長 請 然後國立高雄大學的校長 還有中山大學的校長 還有高雄科技大學的校長 三位校長請 麻煩一下 委員好 次長您辛苦了 不好意思 我先請教一下次長 次長您今天來報告是有關於這個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的執行狀況 那在附件一跟附件二裡面有明確的列出來說 其實在五十個或者是四十八個所謂的校務基金裡面 只有十九個是達到我們的效果 但是另外的三十一校的話呢 是屬於決算短處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要知道說 未來如果有這種效率不夠好的部分呢 要怎麼做比較好的這個改善的方案 那同時我也要請教一下 在過去啊 高雄因為高科大 第一科大跟這個應用科大 還有這個海洋科技大學 三校合併成高雄科技大學 那這個呢 剛好在107年度的決算的短處明細表裡面 他們都是屬於沒有達到這個收支平衡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三校合併之後 效果有沒有好一點 不曉得次長能不能回答 就第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在如果是學校有出現這個 短處的情形 我們都請學校就積極開圓 當然我們在這裡還是重點是說 我們到底要怎樣可以協助學校在教育部的職責 那這個協助 我們目前還是盡量的朝向 我們能不能在一些 校基金的那個運作上的法規上面 盡量給學校有那種鬆綁的彈性 對我支持鬆綁 我盡量支持鬆綁 就是為什麼因為看到收到很多預算法規 那這樣子看起來就有點像是公部門的公預算 包括說從這個民間部門所這個籌注到的這些 這些放到校務基金也是要按照這個預算法的規模 那這樣子學校要發展其實是綁手綁腳 這個可能會限制到 那同時次長也在這個高雄服務過 我也要提醒一下南北資源上面的不足 也造成這個我們在校務基金運作上面也碰到這樣的狀況 這個可能次長非常了解 那未來我們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那我先來問一下高雄這個科技大學的部分 我們是三校合併 所以現在校務基金三個合併成一個 那三個合併成一個有沒有比較好用 報告委員 那這個委員 我們在校務基金的使用上面 目前是統一有一個方式來做 我知道你們原來是三個學校 所以三個校務基金嘛 那現在合併成一個 那我剛有提到107年度就是在合併之前 三個都是屬於沒有達到我們的收支平衡 或是剩餘上面會有些困擾的 那現在有沒有比較好運作 現在有沒有比較好的這個大的這個 這個pool來運作這個校務基金 有沒有比較好用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應該是有比較好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也是在經過折舊之後的攤體 一直都有比較好的一個運作方式 所以現在如果有108年度的決算的話 會比107來的好看這個數目字 你會覺得 照理講是這樣 那我們是合併的好處是 就是校務基金在運用上面更有彈性 然後這個pool更大 然後再處理很多未來校務的發展上面會更好 因為我也曾經擔任過中山大學校務基金的董事 了解其實非常困擾 而且到民間部門去募款也很辛苦 市長也了解 謝謝委員指導 那我再來請教一下中山大學跟高雄大學 兩個學校在107年度的時候也是列入這個 這個未能達成收支平衡的校務基金裡面 那我也恰巧知道說我們教育部也在推動說中山大學跟高雄大學要合併 而且在2019年的時候6月14號的校務會議當中也通過了 那從2019年到現在 剛剛好一年 來問一個鄭校長還是王校長 現在我們要不要繼續合併 那看哪一位先談 有沒有什麼困擾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我們兩個學校 事實上認真的思考過兩個學校的合併 因為合併我們兩個學校共同思考的是第一個 能不能讓學生的受教的品質更好 當然 第二個就是是不是能夠增加兩個學校透過合作它的科研的能量能夠更好 第三個就是兩個學校合作能不能對城市的發展跟產業的一個升級能夠有所貢獻 那這個目前持平的論三個都是肯定的 但是兩個學校也分別開了公聽會、校務會議充分的討論 你們已經開了15場了 現階段對我們也開了十幾場的公聽會 是非常認真嚴肅的確實好這個問題 好像現在只是要校民對不對 現在目前是兩個學校確實是因為校民 中山大學跟高雄大學都有各自的民族主義 來我先問一下王校長 碰到這個困擾 那個次長跟高大的校長可以先回去 您回應一下這個問題就好了 謝謝委員 就像曾校長講的齁 我們中山跟高大一直都是長期的策略夥伴 是啊 我們做很密切啦 委員最清楚 你也不反對嘛對不對 我們都不反對 為什麼隔了一年還沒有推動了 合併案到此就為了名字然後就到此結束了 就是委員您也知道 中山辦了15次的公聽 我們也辦了7次的公聽 所以現在這些意見需要融合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沒辦法就民主的方式就處理好不好 哈哈 謝謝 來我請教一下次長 次長您也知道這個方案嘛 說很久的啦 已經講很久了 我們現在是覺得說 既然這個大家都覺得合併是一件好的部分 當然對於校務基金的推動或是收支發展都是好 那為什麼隔了一年現在等於是沒動 Idle在那個地方沒有動 跟委員報告 在部目前在這種事情上 我們都是必須還是尊重 雙方的那個學校自己的意志啊 那 郎有情媚有義 兩個都說好啊 到底是欠哪一塊 好像 聘金不夠 拜託教育部多幫一點忙 好不好 因為這個對 對於南北的教學資源上面的發展 其實是很重要 我們應該看大方向 而不是只看小校的校園而已 好 我們再去了解一下 看看到底是在那邊 謝謝市長 謝謝三位校長 謝謝 謝謝劉仁的諮詢 下一位請羅明財委員諮詢 請 羅明財委員 主席各位出列習慣大家好 主席科夫請 主主記長 主主記長請 教育部 教育部的劉次長 劉次長 謝謝 謝謝 請 主席科夫請 主席科夫請 先問一下 那個振興券是什麼時候會開始 他現在搞得 大家也不清楚 特別是一千塊便送三千塊 那他試用的範圍究竟是在哪裡 行動支付可不可以,手機可不可以,可以加到你的電子錢包裡面嗎? 究竟他的做法是怎麼樣?什麼時候開始上路? 現在各行各業,大家都可以說是等很久了,嗷嗷逮捕 委員的問題到經濟部會在適當的時機,會公佈,現在正在收網的階段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 我不是主管機關,我不能夠帶他回答 不過你是金流各方面,你都有參與吧? 我看這個政策,本來是非常好的一個美意 結果大家都覺得這個速度太慢了,看得到,吃不到 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兩千三百萬人 官印那個,抵用,就印那個券 振興券,交費券 最後的名稱我不敢確認,官要印那個券就要印幾億張 而且要有防衛,那個工程是很大的 而且要如何發放出去 這個都沒有詳細的規劃 兩千三百萬人來排隊是蠻恐怖的事情,謝謝 那現在這樣來看的話 國內的經濟成長率啊 大概你不斷的下修啊 那現在疫情好像在國內的部分 在台灣也比較穩定了 那主機長,你對整個經濟的發展 現在大概預測估值是怎樣 另外還有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失業率不斷的創新高 現在目前失業的人口有多少 政府有沒有具體的振興方案 可以提供多少的就業機會 來改善現在這個非常糟的情況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有關於說經濟成長率雖然有下滑的 但是這個台灣處在這個 因為對外貿易很大 它也會跟著下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可是就第一季來看的時候 我們的成長率還是有1.54 這個是在所有跟各國比較的 也許有在亞洲裡面 大部分都是副成長 那台灣跟韓國是正成長 中國大陸這個IHS估計大概全年是0.5 所以我們的表現還算是恰當 所以剛就是說還表現的是我們國人的努力 企業的努力還表現得不錯 所以你說我們表現得不錯 那預計今年的經濟成長 明天下午會公佈 你現在先講一下嗎 資料會出來 我們有一個國民手頭評審委員會 如果我現在就公佈的話 明天的數字會有量力嗎 我不敢說量力 至少說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是不錯的 不過也不要高興太多啦 對我們會 極見我們相較於其他地區 那對於全世界的疫情 當然還是遊行衝衝啊 對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關切的那個失業人口 現在是有大概48萬一千個人 比那個三月份增加三萬六千個人 48萬這個數字好可怕耶 我記得以前SARS來的時候也沒有那麼慘啊 沒有大概是我們的失業人口 一直大概在43萬44萬左右 不過我必須講 一方面看這個數字 一方面要失業率 一方面另外還有一個勞動力的參與率 我們這個數字目前沒有下降 其他國家因為封城封國的原因 他勞工已經他往下跌兩三個百分點 那就表示他們去找工作都不願意找 那我們的參與率沒有降低 表示雖然有失業人口 但是我們勞工還是很努力去找工作 所以我們可能要企業界或者是政府 共同讓這個失業的人口啊 能夠就業 因為我們他們還有那個就業的意願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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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越來越少,有一些年輕人沒辦法,他只好去做外送 對,跟那個委員不關心 或Food Panda 所以到處我們,因為整個經濟的模式在改變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教育部這邊與時俱進 可以做一些調整 讓一些學生,除了念書之外 他的人生的目標方向,可以怎麼樣 來找出一個他的理想,還有現實怎麼樣來配合 找到一個他適合的工作 畢業以後可能就是要就業 有少部分也許還是繼續在升學,再繼續深造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勞動部現在有一個說 針對今年六月底七月初的那個大學畢業生 有一個安穩青年的計畫 他會利用就業安定基金來做這個工作 謝謝 好,謝謝 那我接下來請教育部次長 委員 好 市長,我們看到現在整個世界好像 這個... 主席長可以先回 我們看到整個世界的變化 那學生現在念書的部分 有沒有轉變多一點的遠距教學 公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的... 應該是說如果是為了疫情的話 那因為現在疫情比較和緩 所以我們還是會以實體教學為主 不過我們會應用...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現在討論 你說現在疫情是和緩一點對不對 那由這個世界上衛生組織他們也在預測 萬一今年年底又來了另外一波 或者是明年後年啊 現在這個疫情的常態化 可能變成是我們未來生活的 必須去面對的一個現實的情況 那你這個遠距教學有什麼樣的... 就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3月到4月的時候 我們的... 包含我們現在在座很多的大學 已經有做過演練 這演練大概是一個禮拜 那我們都有在這個時間把盤點出來 包含說是不是在硬體 或者是軟體或頻寬 或者是教學模式上 什麼需要強化的地方 那目前... 各個學校第一次回來 大概在大專校院 基本上大概在... 應該都還...都還可以運作 不過我們還是在... 目切注意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會用將來這段時間 好好盤整各校 在這段時間的經驗 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到底有在哪些地方 可以再協助學校去加強 特別是在那個頻寬 或者是相關的... 以後有沒有可能 遠距教學變成是一個主流 反而到學校上課 變成是一半一半 跟委員報告 因為很多的... 因為很多的實體教學 其實我們是認為老實在是不可取代 那這部分我們是希望 用所謂的混層的方式 混層的方式 混層的方式就結合實體 還有結合線上 那讓老師看不同的... 因為它不同的課程 有些是需要實習的 實習是... 無論如何非常不適合用遠距 那有些可能是比較大班的 那如果老師也比較容易互動的話 那種情況 再讓學校用一些混層方式來做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在這之後進行檢討 所以這方面你們有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不敢說萬全的準備 應該是說我們會根據 這兩個月 特別是前兩個月 給我們的非常重要的經驗 而且各校都有去實踐的經驗 我們會再來檢討 然後看看怎樣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好你們要滾通式的檢討 是 那如果因應未來的疫情 明年後年 可能未來這種病毒的這個情況 變化多端 如果在出現的時候 做好萬全的準備 馬上可以及時來應付 好那我們今天講到這個校務基金 校務基金的操作的情況 各個學校都獨立在做嗎 是這個基本上是由大學自主在運作 我看到全世界很多的學校表現得都非常好 有些學校甚至傑出的校友 捐款捐很多 國內一般的話 捐贈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可以抵稅吧 他可以百分之百抵稅 但是主要可能還是國內的一些風氣 那這個就是 但是各個大學 舉個例子好了 欸 太大 他累計這樣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校友捐的這個金額大概有多少 報告委員這部分我現在手上 我們是不是會後我們再提供委員書面報告 時間到了 好 希望這個校務基金的管理 可以更積極也可以更落實 因為基金如果比較充裕的話 他在教學的推動 是 或者是他 引聘更多的好的人來演講等等 我想這個很多東西都可以推動的 是 讓學校不斷的好起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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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食委員的諮詢喔 � 台科大廖校長有在嗎? 好 這是隨機我抽幾個來詢問喔 沒有特別的原因 委員好 中山的鄭校長 台科大廖校長 台大管校長 在場所有的大專校院的校長們 謝謝辛苦的主席次長 大家都辛苦了 那今天我們在看各大學的 國立大學的校務基金 那消極面我們都希望能夠 穩定各大學的財務的穩健 消極面要迷平短促 積極面要能夠增加 我們的營運的收入 來加入我們辦學 那我今天的主題其實跟 學校的財政健全 有相當大的關係 也就是防疫 到了一個階段 目前防疫有成 我們的高教 要應當要恢復正常化的經營 那當中的關鍵也就是 進外生 in or out 我覺得這是關乎 各個大學未來營運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解封呢 下一頁 那這一次的大學 需要被紓困 所以我們1.0有4億元 我看了很多的大學都來爭取了 這是好事 我們要能夠短期防疫 然後要防疫有效下頁 但是對於學校端跟學生端 也就是本席一直在倡議跟要求的 疫情衝擊之下大學成了重災戶 所以呢 學校端我們也啟動了 來協助 承租學生宿舍的收支缺口 還有委外租金減租 我們再框了2億 學生端的部分 我要替教育部講一下 前幾天有個新聞稿說 對於學生的紓困 不另立紓困方案 其實事實上是 外界解讀 我們可能不對學生伸出援手了 No 事實上我們在舊有的 原來舊有的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的 助學計劃 或是高教生耕的 就學協助計劃裡頭 我們加碼 而且資格更放寬 名額來更多 換言之 我們的學生端的紓困 是加深加廣 而且加碼的 那次長 有沒有3.0 要看疫情嘛 對 他預計 就是如果再有這個疫情的影響 會有3.0 所以就回到我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聲援在少子化 這麼急迫的狀況之下 境外生是一個重中之重啊 下一頁 我們現在有的境外生 學衛生跟非學衛生 分別是六萬三跟六萬六 學衛生大概還有三萬人一半 沒有辦法在疫情 來到台灣就讀 而非學衛生更多了 只有15% 現在順利在台灣就讀 所以境外生有效歸不得 他們的受教權受到傷害下頁 除了現在就已經在台灣求學的境外生 他已經有學籍了 新生 我知道各個大學校院都非常認真的向外拓展 我們109年招生有成啊 譬如說港澳生 我們自行入學的成長了50% 報名要考試的成長了117%吧 對不對 是的 那在我們拓展很有力的新南向 我們甚至也成長了一到兩成嘛 是 這都來自於我們這幾年新南向政策的拓展成績 還有這一波防疫成績國家整體形象提升 還有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所以我想就教於三位校長喔 來管校長還有鄭校長還有廖校長 分別三個學校是不是確實如我所掌握的 我們對於境外生的新生的招募都是成長的狀況 我們簡單回答嘛 好嗎 來管校長 台大是的 台大是 好 台大也是 是 記者也是 中山也是 是 這就是我們的成績嘛 那下一頁 我同樣的問題我想問三位校長 境外生如果進不來 我們解禁 不知道遙遙無期 應當都會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還有學校的長期穩健在推展 推展辦學嘛 所以三位校長 您知不支持 我們應當能夠逐步來解禁 甚至分流來解禁 讓境外生可以來到台灣就讀 來台灣學習 三位校長 在對台灣的疫情 防疫工作沒有影響 我們當然贊成是逐步解禁 讓台灣社會包括高校恢復正常 好 那鄭校長 特別感謝立委提出這個問題 這個我想對所有大學 招收國際聲都非常重要 一定要開始逐步解禁 往這方面來思考 好來 鄭校長 我想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說在中央疫情防疫中心 還有部裏邊整個的一個 對台灣的一個疫情 能夠在一定程度的一個掌控 我們當然會希望 增加這個學生的交流 學生的來台灣的學習是好 就讓高校恢復正常化的辦學 來次長請前 我為什麼主張境外生的管制 要逐步解禁或者是分流解禁呢 我這裡整理出來 以我們新南向為大宗的 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 其實三個國家的疫情的掌控 都相對趨緩了 甚至像越南它本身的 不管是確診病例 或是每百萬人的確診病例 都比台灣成績更好 那包括港澳 我說反送中事件以外 我們是一個反送中之後 我們可以是大量來吸納這些 來台灣學習民主 來台灣學習台灣的生活方式 還有我們專業的學員能量 一個好的機會 而大陸地區我不敢說 大陸地區的疫情 可能還需要再做一些追蹤 所以逐步解禁或分流解禁 是應當被政策來考量的下一頁 為什麼 高教就是學生為教育的主體 維護學生的受教權 這是我第一個關切的 而在學校端 讓學校的辦學營運正常化 而且在頂大的部分 我們有多少高階碩博士研究生的 正常就學都有助於我們頂大的學研能量 不是嗎 還有持續讓我們新南向人才輸出 強化學術文化交流都能夠穩住 也就是這段時間 大家很努力的在全球搶學生 吸引好人才 可是可能因為疫情而功虧一潰 所以在國人的安全健康 這是天平的一端 但是在學生的受教權 高教的正常化 它也是一個我認為 應當要橫平來衡量的 所以我具體的主張下一頁 學校準備好了沒 我想要知道 在檢疫隔離這個部分 學校準備好了沒下一頁 空間 學校要善用宿舍跟檢疫旅館 可能需要配合外部的檢疫旅館 經費教育部全力協助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一旦解封的時候劉次長 對不對 如果那個指揮中心他們評估 你們就全力 這也就是紓困3.0可能啟動的時機點 而在檢疫的時間次長 檢疫的時間我們也算過了 可能分三波 一波14加6天等於20天 三波就60天 換言之如果我們要讓高教正常化 這個暑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檢疫黃金時段 換言之5月底6月的此時此刻 教育部要努力的向指揮中心來反應 萬事俱備 只欠時鐘啊 只欠我們的指揮中心 能夠看到高教的需求 三位校長我最後的問題請問下一位下一頁 學校準備好了沒 就我們的檢疫隔離的宿舍各項部分 三位校長簡單回應 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已經規劃好 有兩批就是預計聯絡外面的防疫旅館 這個學校的宿舍有困難 所以台大可能兩個T次來進行是嗎 對 好再來 外面的檢疫旅館都已經聯絡了 都聯絡好 再來校長 我想學校騰出這個宿舍去回應這樣的一個外籍生 港澳生的經驗 我們事實上都全部都 好我們都超前部署了嘛 所以次長 大學準備好了 我們給教育部信心我們勇敢向內閣來倡議爭取 國內六月七號可能鬆綁國內的觀光 商業活動要活絡 國境的部分 我認為要從教育端優先來開放 因為這是學生的受教權 所以境外生的就學開放政策 學生歸心四肩 學生在等待 學校超前部署 學校都準備好了 而教育部也絕對Fully support 萬事俱備 只欠時鐘 本席絕對強力來支持 包括本席也會向行政院 嚴肅的來倡議 讓境外生進到台灣 來台灣學習 延續他們對於台灣的學術跟文化 還有民主的理解 我們一起加油 教育部要硬起來好嗎 好非常謝謝大家辛苦 也謝謝主席給我時間 謝謝 謝謝 吳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 余天余天余天委員不在 鄭政權 鄭政權 鄭政權委員不在 那麼要報文位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總共三案請藝術人員宣讀 宣讀臨時提案 第一案為加深學生 與社會大眾之環境歷史 大學校務基金的投資 需參考CSR企業社會責任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及PRI責任投資等原則 不在投資高污染高碳排放 與化石燃料產業 此外並盤點以投資相關產業的 校務基金於一年內撤資提案委員高嘉 與聯署委員蔡壁如陳焦華 第二案 有建於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七條 第十六條 第二十二條等條文均定有 集合管理機制 令第二十九條 條例明定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事 或為請會計師查核 並做成專案報告 為至一百零四年 迄今均未落實上開制度 原提案要求教育部 應依據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之規定 落實執行 以有助於校務基金的合理使用 提案委員賴士寶費榮泰真名中 第三案 有建於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十二條 由教育部統一定定會計制度 為據審計部近三年資料顯示 於處名氣實不足以揭露 定定以績效為導向之會計處理原則 原提案要求教育部 應於六個月內 邀請學者專家與大學校長共同研討 現行會計制度支部組 以忠實表述為前提 績效導向為目標 修正既有之會計制度 與會計報告表達方式 提案委員賴士寶費鴻泰真名中 宣讀完畢 好 謝謝宣讀 那麼下委會報告 我們第一案 經過委員的提案 還有行政部門他們給我們的建議 是把第一行的最後一個字 虛改成建勤 後面的不動 最後一行 於一年內改成競數 我們各位委員是不是可以同意 現在是行政部門的意見你也有意見 好來來來請 好主席謝謝喔 有關於這個案子因為對特殊投資標的了 那我不知道貴員會以前在這個案 這種案子上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慣例 因為如果我們投資標的對於個別產業 就去做撤資的要求的話 不管你是建勤案 或者有沒有期限 其實這個影響會很大 以後會變成 以後大家 同理可證或造成連鎖效應 這對台灣的產業並不公平 而且每一個學校 他們的基金策略是不同的 策略基金不同的 那如果今天對這個產業是這樣 我簡單報告一下啦 就雖然是同黨委員的提案喔 但是譬如說這一次的實化產業 如果台灣沒有實化產業的話 今天沒有口罩國家隊 我們的塑膠跟紡織其實都是下游 那你不能說前面需要他們貢獻 後面說啊這個是什麼樣的產業 還要學校不能投資喔 這都會有問題啊 這都有問題 那以後如果說大家對於電信產業有意見 對於生技產業有意見 每一次每一次都提這樣的一個決議來的話 那我跟你講 校務基金都不要運作了 有的校務基金希望找的標的是 他有穩定報酬的 有的是跟學校有策略合作的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他後面寫的那些 不管是什麼建勤案 只要特別產業跟測資 其實這對學校的運作 基金的運作來說 並不是好事 跟未來都不是好事了 那另外再講到他這些參考的指標喔 這些指標講坦白話也有很多是 這些資本國家他們用來做他們的 投資管理跟他們題材管理的啦 那所以虛參考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喔 是不是喔 前面的第一段的大學校務基金的投資可參考 後面這些 建請參考可以的 好 建請參考 建請參考 然後此外後面全部不要了 然後等原則啦 後面這些跟產業有關的 到最後一句話 測資全部都不要 好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 建請留著啦齁 然後參考巴拉巴拉一直到 建請嘛 然後不再投資高污染高碳排放 與石化燃料產業 然後後面就通通沒有了 也不對 不是 運鵬的意思也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也 我的意思也 我的意思也不是這樣 他的意思也不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後面都太刁了 蛤 運鵬的意思是後面 留下那些原則 等原則後面全部拿掉 好可以啦可以 原則後全部都拿掉 好可以 前面就是建請嘛 好 投資可參考這些指標CSR 好 那我再讀一遍齁 第一行最後的虛改成建請 然後第三行 等原則 然後就 period 句點 沒有了 後面全部劃掉 好 各位同意我們修正法通過了齁 修正法通過後面全部不要了齁 那第二案 第二案 行政部門的意見是 是 第四行為制 一百零四年 迄今今未落實 散開制度 這幾個字花掉 他們就完全同意 是不是可以 好我們通過 行政部門的意見齁 第三案 就是在第五行 就是在第五行 的第四個字 與忠實表述為前提 這幾個字花掉 可以同意齁 我們也通過了 修正通過 好 向委員會報告 要不來要緊張 請問各位 對於剛一次 都通 沒有意見齁 我們就照 剛才修正 修正的意見通過 那麼向委員會報告 今日登記的發言委員 進行巡討完畢 做如下之決定 一 報告及巡討完畢 二 委員質詢 外籍答覆或 請補充資訊 請相關部會 在一個禮拜以內 以書面答覆 委員另外要求 期限者 重啟鎖定 第三 委員余天 政政前 所提的書面質詢 委員 劉世芳所提的 補充書面資料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另請相關部會 引書面答覆 第四 本次議程 本次會議的議程 已經全部進行完畢 假如有不在場委員 補提書面質詢 一片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且議事人員 協助處理 上會 非常感謝大家的出席 我們是今天 最後一天的委員會 對齁 在這會議就結束了 那麼祝大家 這個 三萬部可以生快樂 你不錯 我覺得你可以當部長 他是部長料 你